也很榮幸今天晚上在中央大学 去举办可能是台湾不是可能确定 是台湾第一次有女学生团体 中央的女学生团体 妇女团体女学会 和此来主办的一个关于性骚扰的一个 女人连线的一个演讲 不是 座谈会了 那希望借由这次座谈会 能够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讨论 从师大女学生被老师强暴说起 到中央校园中的各种性别 与师生的权力关系 我们好像都觉得 学校本来就是一个培养 或者养育所谓的人格自主独立的场所 可是到底身体的自主独立 是不是同一回事 也就是说是不是人人都应该有身体的自主自觉 好像反而变成一件有生意的事情 因性别身份 而有的时候必须打一些折扣 我们今天可能就从这些事情来想 校园中的性别权力关系 身为校园中的女学生女老师男学生男老师 我们在身体自主前 行动自由前 这次座谈会主办 如果能拿到了 我们今天的 还我黑夜行动权分析校园中性别权力关系 讲座的那张单子的话 我们的主办单位 有女性学学会 妇女心居基金会 英文系学会 学生意会 环生社 福尔摩沙社 幸运桥工作室 我们特别要感谢幸运桥工作室 制造了很多海报跟文宣 还有 还要特别感谢英文系的Trammel 帮我们打字 然后把很多消息送到网路上 那这次呢 今天在中央是 一连串的演讲的第二站 如果你们拿到了这一张的话 女人连线 暂性骚扰 校园巡回 一座谈会 我们是第二站 中央是第二站 郑大是第一站 他们在户外办的中午 有一百多人参加 那我想 希望的 希望的是 今天晚上 大家能够非常静静地 说出自己的心声 对于这些事情的心声 也希望大家能够鼓励 各校的亲朋好友 爱人同志都能够去参加其他的那几个场子 我们一共有17个 所以请你们赶快仔细看一看 你有什么朋友在什么地方 赶快提醒大家 让他提醒他们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有一些其他学校的学生来支援我们 东吴的网视Club 有一位同学来 在那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中大小红帽 有几位成员 除了他之外 我们除了这17场 女人连线反性骚扰校园行徽讲座之外 我们希望讲了17场之后 能够汇聚成具体行动力量 身体出走一下 身体动一动 5月22号会有一个在街上游走的活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 期待好朋友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非常期待 待会最后妇女团体代表会为我们报告 这个5月22号的街上活动 好 我们今天晚上的座谈会 第一个影言人是黄玉秀 他是台大外文系的老师 第二个影言人是曲万文 中大 我们是几人 中大产经所教授 第三个影言人是 中大女学生代表 刘盈鹏 幸运草工作室成人 好 第四个是青大小红帽代表 许维珍 然后最后一个是何千蕾 我叫丁乃飞 好 那我们就从防疫秀开始 他要跟我们谈一下校园性骁扰的共战节奏 大家好 我们那个女学会 在这几个月来子 我们就是 女学会的那个成立的宗旨 就是要在校园里和社会上来推动妇女运动 提抗女性主义的思想 观念 新的观念 新的制度的建立等等 那我们这几个月 就已经一直在讨论 我们要做一个一系列的对于性暴力的这种 对抗性暴力的这种活动 那我们本来的 本来的这个目标是锁定在中小学女生 比较小的女生所受的这种性暴力 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发现 比较小的 年轻比较小的女孩 他们受性暴力的这个侵犯非常的严重 然后整个社会在这方面 整个是空的 性教育是空的 所以性暴力的防止也是空的 通常看到报纸上 这个 你们知道小女生受到性暴力 她们都是以什么来指控 都是以死亡来指控 每一次发现奸杀案 然后一个中学或小学的小女生被奸杀 这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社狼犯案累累 十几件是小事 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社会上 完全就是到现在为止 强暴是高书乃论 公权力完全不介入 你敢出来说你被强暴的话 事实上就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罪 就在这个社会上不能立即 所以我们根本抓不到性暴力犯 然后大家会说 中小学女生是最清纯的吗 应该是最没有怎么说 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会受到性骚扰性暴力的人 一定是她自己很爱暴露 自己行为不检点 可是事实上 中小学女生是 可能是最严重的受害者 那在我们这样子讨论的过程中 就发生了师大哥的案子 那女学会就 就因此改变主义 就从大学生开始做起 我今天从这里开始讲 其实很简单的 是希望传达一个讯息 就是说能够在到大学里来读书的女生 事实上已经是年纪上 或者是在社会资源上 都已经是比较有资源的了嘛 也就是说 我大约是想要跟在座的女生 男同学也好 说 事实上我们是应该 对整个社会 更弱势的女性 要负有一点责任 一点使命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有资源的 那我们会想 其实可能从大学开始做 也是不错的主意 大学生是 师大的这位女同学 是我个人看到的台湾第一个 敢站出来说 我遭受强调 然后那个过程怎么样 就是像一个公开的 这样子去陈述 这是第一位 好 大学生有能力 还有一点资源 说真的 能够去陈述 那 我们想这种做法也是蛮好的 因为这样比较有资源的人 主观的资源 客观的资源的人 先去有自觉 然后去为自己争取的话 这种自我全力的意识 还有知识 比较能够散步开来 然后接下去 我们确实确实必须往下面做 中小学女生的受性暴力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统计数字 79年12月 现代妇女基金会 对台北市的高中高职女生做的问卷调查里面 还蛮可靠的问卷调查 每100个女生 有1.5个有被强暴的经验 高中高职女生 大家知道 这种事情 大家都是很不愿意说出来的 也就是实际的数字一定更高 实际的数字一定更高 这都是蛮令人心惊的事情 因此我们无论如何 今天我们在大学里做 讲大学女生在校园等身体自主权 我们其实要想到的是更多的 中小学的女生 还有呢 在工厂里工作的女性同胞们 可能他们所受的是最严重的 好像我今天被安排到的题目是 就是从斯大案来谈 这个共产结构 首先 这个共产结构 首先 我们这个 斯大受害的这位女同学 当她向媒体 接受媒体的访谈 她讲她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发现的是 大家 大家 就是蛮相信她说的是 是真的经历 会相信她其实有很简单的理由 大家认为她讲的话 对她自己不利 就是说 为什么她不叫 为什么她不大叫 为什么她会多次被强暴 你不大叫 就是表示你 没有怎么讲 极力抵抗 是不是 你人叫都不敢叫 然后还要多次被强暴 就被说成了师生殿 好像中间有挂戈 这样子 好像这个社会不太会去注意到 为什么不大叫 或者是说 为什么会被多次强暴 事实上 那么多女人被强暴 都没有去报案 你们要知道 这里面很多数的下唐就是 是自己称为一再被强暴 的对象 鄧如文的案子就是一个例子 是鄧如文的亲人先被 这个男的强暴 多次的强暴 胁迫的强暴 那在多年以后 鄧如文15岁的时候 他被同一个人强暴 事实上强暴犯 往往被受到纵容 受到保护 以至于 就是蛮好玩的是 你被人家强暴 你不去报案以后 你就会被他挟持 就很容易多次被强暴 因此多次被强暴 你到多次被强暴的时候 很简单 你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因为你最怕的 你当然怕被强暴 可是更怕的是被发现 因此 由于你怕被发现 因此你就是 就是 就是文为多次被强暴的对象 那至于为什么不大叫呢 因为 因为 即使在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发生在这种 长幼之间 熟人之间 你方都晓得 你大叫的话 等于怎样 告发自己 如果我一只手被人家砍了 我可以到处去跟人描述 就是说我的手是怎样被砍断的 什么状况下 以什么方式 被什么 器具等等 被谁等等 被砍断 可是如果我被强暴了的话 一个人被强暴了的话 他就不能讲 你去讲的话 好 人家就认为 是你 你有问题 这样子 事后这样 当时也一样 这个心理就是说 你就 就 尤其发生在熟人 尤其又是 长被诱的时候 这种 罪恶感在当时就已经存在了 你就知道 那是一件 对你来说是不应该的事情 你不会能够讲出去 然后这件事情 爆发出来以后 他讲出来以后 当然 事实就验证这位女同学所说的 就是整个师大的校方 对这位女同学 就采取的是 审判的态度 就是 强暴 几乎都是 这个发生的模式 都是 审判被害人 你们可以看到 那个 4月10日的 聯合报的 这个报道 那天报道是 很多错误 很多猜测 不过 大约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当时的 那个 师大的调查委员会 是自卫调查委员 怎么样来审判 这个被害的女同学 然后 这个造成这个审判 为什么会审判被害者 很简单 就是这些调查的人 他们明明知道 强暴人是不对的 但是 他们却有更强烈的心理 认为 这个女同学不对 他总是哪里不对劲 这样子 好 师大的这位 师大的学生辅导中心的主任 欣甫系的副教授 吴佩利 他在上星期六去参加 女学会的那个工程会的时候 还说 女同学很容易遭受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关性方面的猜测 譬如前一阵子他去处理的 一位女同学 他晕倒了 这位女同学晕倒了 结果他就在现场就听到 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 他是不是有声还是怎样 怎么会晕倒 这样子 就是 女性的身体好像特别容易沉在一些罪恶 这样子 这样子 因此这个师大的校方 这些从校长 训导长 那些 所有他们那些人 他们自己的最大的麻烦就是 他们自己认为这个女学生 就是这样子 也不对 因为他有问题 他不对 因此从师大的校方 他们自己就事先就认定了 这女学生有私生恋的这个 这个 complex 这个矛盾 心理清洁 虽然这女学生一直说 她是 不愿意的 不是她愿意的 我想这是很大的麻烦 就是 我们这个社会 包括师大校方 就一直认为 这个女同学 会一再的 一再的 跟 既然会能够受她胁迫 那一定是她自己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曖昧的情愫 这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 再接下来是教育部的态度 教育部的态度是 我们现在对教育部 我们今天应该把那个 那个 那个漫画拿来 那个教育部长 这一次对这整件事情的态度 使我们觉得 嗯 应该给她 给她 幽默一下 消遣一下 所以我们就请老穷 漫画家老穷 画了一个漫画 因为那个 教育部长他始终他就说 师大的处理 没有不妥之处 师大的处理很明快 然后说 校园被性骚扰所骚扰 至于中正案嘛 他就说 什么 南美洲的 什么人来 来访问啊 他就跟她谈啊 结果这个南美洲的这位 来访问的女士跟她说 南美洲的人很热情啊 常常都揉揉抱抱的 那个 我们的教育部长就说 以那个标准来说 那个中正的情况 中正那个雷教授的情况 根本不算性骚扰 我觉得 还有还有还有这个 那个 关于那个七批狼的事情 关于七批狼的事情 他就说 教育部长 他就在 立法院的咨询上 就对立法院说 没有七批狼 是那个同学 推海报弄出来的 我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很难想像 郭部长 他是什么样的心理 去说这种话 后来我们把它想清楚了以后 就觉得这种事情 说真的也没怎么好玩的 所以我们就 就来好玩好了 所以我们就 请老熊画了一个漫画 一个漫画 就画了一只猪名 然后 拿着牧羊帐 木一群狼 那个话题名 就提 那个题目 就提为 猪部长牧狼 这样子 有那个 那个 没有 所谓 男性沙文主义猪 才会有色狼 其实 强暴 性招扰 都是正常的性片 是一个 恶劣的 这种 男尊女卑的 文化底下的 正常的性片 就是有这种 恶劣的 恶劣的这种文化 就会有这种 很正常的性片 因此 要去掉 强暴 去掉这种 性骚扰 性暴力 要从根本着手 要把 就是 要把 男性沙文主义 给去掉 今天有在旁很多 男同学 男老师 都是 都是一级棒的男性 你们应该 你们应该 勇于站出来 做一种 做一个榜样 你们应该到 那个教育部 去 给那个教育部长 给上一上课 那个 日座很糟糕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例如他在师大做过师大校长 那么多年 他难道不知道 郭文系有许多狼吗 他 他当然不知道 因为他是猪 我这样讲话真的很客气 为什么很客气 因为他讲话那么不客气 我们也拿他没办法就是了 所以只好叫他 租部长 他现在改姓了 被碰到这种租部长 真的也是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就用一种 我们可以抑郑痴言的 骂他 可以给他耍头脚 没办法 就是叫他租部长 那个 师大的狼 有几批 我们是不知道 不过有一些狼性 我们是 那个行为狼的行击 我们是很知道的 在3月24日的那个 师大 为了这个 郭文系 为了那个女生被强暴的案 就开了一个 紧急的信物会议 那其中一位教授 就在这个 紧急的信物会议上 对着 那个郭文系的师生 我我我我我 我引他的话 就给各位听 这是从师大的 小学 同学 可以给我听 我就把他记下来 然后背下来 你们可以把他背下来 这位教授姓王 你们可以去打听 他说 他说 强暴跟 性行为 只是一线之隔 哪有什么不愿意的 屁股扭两下 就愿意了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这是发生在四大国文系 系物会议上 还是对同学这样的讲话 你们可以知道 就是 就是说 在那种 很传统的 优良的 文化的 这个 承传的 那个 师资的 培育的 系所里面 这种事情是 很正当的吧 我想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这种东西的存在 事实上 是父兄相互 就是说 有猪裁有狼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譬如中正言历史所 毛汉光 口口声声这个院长 说他不知道 可是我们 我们也去给他调查 他常常 他们在一起 跟学生喝酒什么的 喝了酒 那些行为 他常常就这样做 毛汉光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对不对 他自己没有做 他是猪嘛 对不对 他纵容别人当然 那 那个郭部长 郭部长他猪啊 他说中正那个案 没什么 对不对 没什么嘛 那种只是热情而已 可是 我们 我们知道 这个调查的过程的人 问题不是这样 他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亲切 他专门找漂亮清秀的女生下手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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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系都特别猪头猪脑 中 师大 你们知道文学院 几十年来都是女学生 占大多数 或甚至说绝大多数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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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大的 这个 博文系 现在 他副教授跟教授的这个 教师的男女比例是四比一 中正的历史所是刚成立的新的 对不对 他没有包袱 他的男教师跟女教师的比例是九比一 九比一 也就是说 受这些教授们所关爱那么亲切对待的女生 没有 没有 以后往职业上 跟他们抗衡的可能 没有 这些系所 他们是父兄相互 各位看到 而且 传子不传女 可能在台湾中文和历史 就是这一次发生的这两个地方 这个情况特别严重 然后 在我们做这件 他都很软心肠 他说你时间到了 可是你再讲一下好了 就好像看我没有良心这样 那我们要讲好了 等一下有时间再说 那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本来好心的是希望 所有在遥远的 哈方的 所有传子不传女的 猪头猪脑的 猪狼们 特别是耳朵发扬 好 我们下面接着 请 书婉文 跟我们谈 文庭不是嫁妆 谈女学生的教育前 谢谢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谈一谈 那 我今天是要谈 女学生的教育权 那我想 如果我范围会放得比较小一点 因为我想像 郁秀刚刚也提到了很多 更大的问题 比如说 如果你学生想要在学术界里面 继续发展 那这种 不传子 不传女的 各种问题 那范围可以很大 同时像有些很多学术的议题 是由现在讲 比较掌握权力的男老师 在界定 某些议题 怎么样的 是可以研究 什么样的 可以在开课这些 那 不过这些问题我想 比较 远一点 好 那因为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 学术界要发展 所以我先 比较 范围 放个小一点 台湾大学里面 女学生的教育权 那 我先从一些比较 表面的形式来讲 因为 台湾有些特殊性 就是说 我们有联考 我们各种各样的考试 那 虽然说我们女学会 本来也在想说 以后要讨论 这个国家考试 因为国家考试是 很多东西摆明了 要限定男性 那 不过那个 除外 大学联考 高中联考 各种各样的联考 确实在表面上 有这样的平等的形式 就是说 只要你是一个学生 然后你去 考上了 你有过了多少分 你可以进 中央大学的 物理系 或者是英语系 然后你进了这个学校之后 那 只要你通过这些考试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 某一种文凭 所以这些表面的形式条件 看起来蛮公平 但是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 在 你进了学校之后 你所得到的教育的内容 有 在 对于男女的学生 有没有差异 那 那 我今天要把它 摆在某一个角度来谈 就是说 我们来谈一谈 因为这个内容 可以谈得很琐碎 也就是说 老师对你说什么话 对于男生 对于女生 说什么话 各种各样不同的态度 那我想总结来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老师对于学生的期待 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那为什么要 就 对于小孩 也是同样的问题 老师对于学生 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 你被怎么样对待 那 像西方现在也谈很多这种 selfisting 就是说 自尊 老师 父母 是不是 就是以一种 比较平等 培育你的自尊心的这种方式 来对待你 也就是说 希望你是会独立的 希望你是学习 会学习到独立 自主思考 这些 希望你会学习到说 你会做一个负责任的 会担当一些任务 责任的一个 社会担任一个 有用角色的一个个人 那如果你是受到这样的对待的话 那你当然就 比较会想到说 你自己是有一点价值的 所以因此 你应该有些动机 来把你塑造成一个 比较有用的人 如果 老师或者父母 认为你是一个 完全没有用的人 实在是多余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说 那你 会觉得你自己 实在很没有价值 躲在一个角落 也不敢争取自己的权利 你受到骚扰 或性暴力 你也不敢讲话 是不是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摆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很多东西可以这样来看 那如果我们从大的方向来看 就是说 比如说老师 你做了座文 老师就可以跟你讲说 这个座文写得很好 如果你好好的发展 你哪些方面有一些潜能 你如果好好发展的话 你可能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或者跟你讲说 这个经济学某些方面 很需要发展 那或许 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很有成就 或者是说 李远哲应该是你学习的目标 当然这是比较大的目标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大作家 或者大物理学家 或怎么样 但是 有这样的鼓舞 我想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说对于学生的学习动机 对于他对他自己的期盼 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 如果放到小的地方 就说这不只是说 老师是不是要对学生说 你是不是应该要做李远哲 你是不是应该要做吴建雄 并不是这样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做李远哲或吴建雄 但是 这会在各种小的地方显示出来 或者譬如说 如果男学生在课堂里面 发表了一些问题 发表了一些意见 那老师是不是会说 啊 那这样很好 这个 你的意见很好 女学生问了同样的问题 她是不是 会得到同样的待遇 同时 那个整个学习环境里面 同学给她的眼光 是不是会一样 我们可以想想看 在很多小的地方 这种期待 老师对学生的期待 学生对自己的期待 都会在各个小的地方 表现出来 那我希望大家 会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下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话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预测了 就是说我认为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现在这种学校的环境里面 老师对女学生的期待 多半是比较低于对男学生的期待 那 我就说 据我对事实的判断 这应该没有太离谱 那我想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观察 那当然也有它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是 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 男者女卑嘛 就是 这个 我们课堂里有这么多女学生 也不是 时间很长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我想这个也反映到了 我们这个社会上 这个经济上面 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所以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 我们来看看后一层 就是说 传统价值观念 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已经蛮清楚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社会的分工 这个经济地位的不同 可能会怎样反映 那我们晓得 女性从家庭走出来 参加社会公领域 从事社会这种公领域的工作 这个发展历史实在不是很久 那就以台湾来看 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虽然最近一直在提高 但是还是比男性要低一些 有趣的是 男性的这个参与率 这几年是在降低 虽然女性的在增加 但是女性在劳动市场上 仍然受到很多的歧视 受到很多的限制 那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这样做下列的灾药式的描述 就是说女性在劳动市场上 是被期待着 我们再来谈这个期待 这再来期待着 扮演精神的 服务性的 不参与权力分配的社会性角色 所以我刚看到这个 我跟何春莹老师就看到那个海报 说性别的权力分配 那那个力写错了 不是权力 是那个power的那个权力 所以我想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确实女性 就是说我在很多场合会听到 就是男生 其实我二十几年前在校园里面 就开始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个男同学就跟我讲说 对啦 你讲这些问题 我们都很支持啦 不过我希望你争取的是 那种right权力 而不是power那种权力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侵犯到某些东西的话 你可以被容忍 所以我们想一想 就是我刚才重复一下 就是我想女性确实是被期待的 只担任这种基层的 服务性的不服 不参与权力的这种角色 那因此 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参与 有几种特色 第一个就是说 女性平均的薪资在台湾 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 这个方面大概在过去一二十年 有一点点的进步 从大概62到66这样子的进步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 三分之二的比例也是相当的低 那第二种就是说 职业上有这种性别隔离 其实大部分的女性 是集中在某一些女性行业里面 譬如说护士、女店员、女秘书 一些就是低薪的 低层的办事员这种是低薪的 然后所谓的女性行业 就是说那个行业 譬如说护士来讲 她绝大部分是女性的 因此也幾乎永远保持一个低薪的状态 所以我忘了一个数字 大概有60-70%的女性 可能是在这种女性的行业里面 也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 但另外最后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一个特色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 她的上层的决策者 如果不是轻易色是男性的话 也是主要是男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社会分工上面 在这个经济纪役上面 我们都还没有谈这个家庭分工的问题 在这个工领域里面 就这个劳动市场的分配 就已经有这么样的不平等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这样子应该会反映到 各个人的意志形态 就是说既然社会是这个样子 那老师在面对男女学心的时候 是不是很自然的 如果她没有去觉察到这样子的问题 如果她没有反省到这个问题 她是不是就会觉得说 那女性是不是就 以后毕了业 她可能就是会去担任一些 非常不重要的工作 再加上传统的观念 当然就觉得说文凭好像就是嫁妆 所以我想一般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说 老师对于男学生就会期待说 她以后要担任比较重要的工作 她要担任决策的工作 因此要求她要主动 要求她培养领导的能力 要求她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 以便她以后担任重要的工作 那对于女性就有不同的期待 期待说她们以后就是要乖乖的服从 因为她们以后就是担任一些 不参与决策 全力决策的工作 她们就是要担任基层的工作 服务性的工作 因此 比较会强调她们要学习服从 被动 以及执行命令的能力 所以我想这种教育的内容 如果受到我刚刚讲的 传统的价值以及社会分工的反应 那我们就会看到一种恶性循环 就是这种教育的内容 只会在加长以及复制 我们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分工 那当然这样讲的好像有点悲观 不过社会都是动态的 我们需要由各种不同的角度 去突破这种现象 首先我们希望我们会要求老师 能够在教育体系里面 放进这个前瞻性 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而不是复制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同时女学生也应该了解 反省到这个情况 要求同等的平等权 平等的教育权 要求得到同样的内容 而不是被教育到说去重复 再复制这个社会上性别不公平等的角色 那我想这次我们从这个性骚扰谈起 那我想这个也很清楚的 虽然今天讲的可能有点抽象 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原则 但性骚扰作为一个例子 其实也可以拉到这些上面来 性骚扰性暴力 所以校园的性暴力显然是对于女生 教育权的一个侵犯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当然这是一个最坏的例子 这个老师对于女生的期待 竟然还有那样的一个层面 那我想就是 以一种更坏的例子 来说明了我以上所说的观点 好 我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 我们继续起晚了 然后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中大女学生刘英辰的 大家好 我是中央大学女学生刘英辰 我想首先大家一定会对我这个代表性 才先介意 我先要解释的 我们不可能为了一个座谈会 而去办一场选举 让每个女学生选出一个代表 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当初他们会找我 是因为我是李自社现在的社长 我是学生议会的副议长 我是文学院校务会议代表 我想这三个身份 让我有资格坐在这里 为一些人讲话 首先我先对这个代表性解决下大的疑问 然后我再谈一下 现在学校的门禁状况 学校是说 11点以后禁止出入 但是很多研究生 多的研究生都拥有钥匙 那在研究生有钥匙的情况下 大学部的女生 当然就有管道拿到钥匙 在11点以后 我相信大家一定 虽然说不一定 可是至少看过很多的精英输出的 至少我有一次11点在那边打电话 等到12点 差不多每隔五分钟 就有一轮的人进来 然后每一轮差不多五到十人 甚至十几人 我不禁就算了一下 可能一个晚上有上百人进出宿舍 那跟11点集结在宿舍门口的人 比起来再太多了 我想问 蛮想问学校的就是说 他的门禁到底是要关谁 而且我们住在学校里的人 真的要被那些门禁限制住吗 我们要那个门禁吗 到了上学期 研究先要搬出去了 11点以后 大家再也进不来 也出不去 我想 请各位 在场的去体验一下那种感受 不管你是男的 是女的 住里面住外面 想一下 你11点以后 你再 可能你是因为社团 可能你是因为跟朋友聊天 忘了一分钟 两分钟 你知道要在校园晃荡一夜 一分钟两分钟换取一夜的时间 而且你在校园晃荡 可能你没有安全的保障 有些人说 他可以去住同学那 那有同学外宿 那我想问的是 大一怎么办 大一他们全部强迫住宿舍 如果他又跟学长姐不熟 他是不是真的要在校园晃荡一整夜 这时候他出事的话 请问谁要为他负责 还是 学校再给他一句话 你自己负责任 在 嗯 学校可能还会再 很多人还会再说一点 外宿 你们可以去住外面 如果你不想被门禁关注的话 我想说的是 我们都是大学生而已 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份钱 可以去住外面 负担一学期 一万到两万的生活费 不包括水电 我觉得那份 我们既然要住学校 就是 看在学校的宿舍很便宜 但是 我们小了钱 我们也是访客之一 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 住在宿舍里的自主权呢 嗯 我们的希望 只是很小 我们并不要求完全的解除门禁 解除门禁 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了只是把它换成刷卡 刷卡其实也是门禁的一种 只是现在是钥匙 钥匙跟卡 大家觉得哪一种比较安全呢 今天我拿了一把钥匙 我花了20块 我可以复制一把 40块我可以两把 我昨天就打了三把 卡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密码 除非你刻意的去打听 刻意的去盗取 刻意的要去复制 要不然卡跟钥匙的安全 大家可以自己比较一下 而且在刷卡方面 学校大可以加强 他的在刷卡机 放一些什么 监视器 那个安全问题 绝对不是 学校现在说的 什么停电啊 门就打不开了 这种问题大概只有他讲得出来 而且在学校 我想 现在宿舍啦 大家就算没有 比一点以后去开门 应该也听过很多人去爬枪 甚至很多学长 还会带学妹去 奥斯塔罗内的枪 很好爬 然后我想说的是 其实整个宿舍区 不管有没有那个门禁 门禁本来是说 要保护 住在里面的女学生的安全 可是 现在我们有门禁 没有错 我们有一个大门 可是墙很好爬 我们学校还好 蛮多君子的 没有人想要爬进来 看看究竟 没有人想要爬进去 做什么事情 可是这个真的安全吗 学校给我们的硬体设备 完全不安全 校园中很多死角 中大湖 或者是 网球场那边 运动场那里 全部都是校园的死角 甚至在女生宿舍 旁边的那条 通道后门的那条小道 晚上也很阴暗 学校到处都是死角 学校从来不想要加强一些安全措施 只是把我们局限在一个宿舍区内 如果说宿舍今天失火了 就像上学期有一次全副社区停电 半夜停电 如果这时候有人进来送火 有人进来抢劫 这个真的是在保障我们的安全吗 我们今天要求学校换成刷卡 同样的我们也要求学校 加强全校的安全措施 我们要的是拿回我们女学生 在校园中晚上的行动权 为什么一到了黑夜 在校园中行动的权利 就都属于男人了 我不懂 我也是校园的一份子 我也需要晚上在校园中晃荡 我也需要出来看烈景看星星 我也需要去参加社团活动 也有可能像研究生一样 我需要做研究 我需要跟教授跟老师跟同学 讨论我的学业 今天我们组成了一个幸运草工作室 是我们几个女孩子 想要解除这个门禁 很多人会说 你们为的是什么 我们不为什么 我们只为了要回我们的权利 在校园中的right或者是power 我们都要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的 谢谢 谢谢 等一下我们都很支持你 好我们下面听一听清大的经验 大家好 那我今天开始要讲我这支政治情 我想先回应一下 刚刚那个中央同学 他讲的有关于 争取塑色被除门禁的一些问题 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清華大学女生塑色 在上个学期末 大概在争取 那个女生塑色被除门禁 争取装刷卡门 然后这整个活动 比如说 整个门的设计 还有装的话 都一直在寒假期间完成 所以说我们下学期 一开学的时候 我们就整个女生的塑色 都有刷卡门可以用 大学的女生每年都有一张卡 然后我想他刚提了一些 比如说 校方的疑虑 或是其他人的疑虑 都没有发生 我想大家可以相信 那个刷卡门的安全性 这样子 我今天来这边 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就是说 从清华的校园文化谈起 谈说 一个女学生在目前的性别的关系底下 她的一个经验跟反应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要讲说 在校园里头 女学生的集体行动 她的意义 还有她的一些累积 那我们先从另一个部分谈起好了 我觉得如果要问说 女学生在目前的性别关系底下的一个 经验跟反应 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去想两个问题 这个是说 现在的大学教育啊 不管是她的教育的内容 或是环境 她真的是有利于女学生的自觉成长吗 她真的有认真在对待女学生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 就是 大学教育里面是只有提供男女同学 一个相同的基础去贡献所学 那我觉得刚刚听完那个崔婉文讲的 就是女学生的教育性的部分 我觉得完全没有 就是那个所谓一个平等的 一个平等的共振所学的 那个基础完全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做的女学生 在校园里面 整个那个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好了 比如说 我们常常可以遇到的经验是说 我们在课堂上被老师的性别歧视的言论矮化 像我曾经就遇到一个例子 就是上经济系课的时候 老师跟学生说 你这男生要好好地念经济 那你这女生不要好好念 可是 不要念到回家可以管老公的荷包就好了 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说法 就是说 当我的男同学 都被期待成为经济会主委 或是经济部长的时候 我怎么能够回家管荷包 那个是一个 我觉得整个老师对学生的期许 会影响到 刚上那个我讲的是 学生对自己的认知 和他的一个学习重力 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然后再讲到 那个学校的课程设计好了 比如说 我们学校里面 也没有任何关于父女研究的课程 就是说 那个课程能够批评在 也没有批评那种校园里头那种 载化的 僵化的两性关系 反而一直是在 他提供的机会在复制一种 比如说男尊女卑的文化 这样子 那他学校的课程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护理课程 就是 比如说 那种两性都应该复起了育儿啊 然后 家人健康啊 婚姻危机处理啊 只有女生要上 难道男性都不用负责任吗 那个设计 就真的非常奇怪的 然后 后来我想到 会是门禁的设计 刚刚那个中央同学也有看到 就是 我觉得那个整个 对女生宿舍的一个门禁的设计就是 我觉得对女生的身体自己全完全都不受尊重 然后 然后 间接着他也影响到他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权利 比如说真的是门禁的时间到 你就必须急急忙忙的收东西 然后会也不要开了 你也不晓得他们之后做成什么权利 然后你就得乖乖的回去女生宿舍 然后 其实 像一个门禁的设计 还影响到说 女学生对她一个校园 应该跟男学生共同享有的资源的分配 其实都有产生差异 比如说 很多理工科的男女生要上实验课 可是 请说门禁时间到了之后 男生还可以一天很轻松的 反正一整夜时间可以做 女生就要习惧忙忙的收东西 怎么办怎么办 如果不回去的话 我就在这个实验室过夜这种状况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 然后 我要再来 我要指的是一个 就是在社团里面的一个例子 就是 其实在 社团 他其实是培养着大学生 他能够领导 还有主持的一个能力 可是 在我所看到 在青大社团的一个状况里面 女生通常是 多被派到一个 就是管理文书的工作 就是一个非常 性别 非常窄化的一个表现 其实在大学里面 他的目的是要培养专业人才 要从事所谓的高深的学术研究 那么我不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性别分工的一个结果 会有多少人能够有权利 就是 Wise and Power 去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 然后 最后一项我想知道 是关于校园安全的部分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就是很沉重 就是我们的那个校园 自己造到的事件 然后还有学校那种三流的 应变的措施和应变的态度 我不晓得说 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 比如说整个对性招劳 这样子 事件的处置方法 又可以让女学生 他完全没有后悟之忧的 去从事所谓的学术研究 这样的事情 然后第二部分 我比较看到是说 女学生在校园里头 一个集体行动的意义 主要是从小红帽 小红帽的行动团体 在新大 他们办了一串的 反性骚扰的工作 这样的事件 开始探集 但我觉得要探集体行动 就必须从集体跟行动 这两个名词 开始探集 我觉得 如果今天 那个学生团体有行动 女学生团体有行动 表示是说 他等于现在宣告说 女学生是校园的主体 他不是一个沉默的 被动的课题 然后 他不是这样的自觉 在校园里头生存 他能够感受到问题 他能够分析问题 然后他们也想改变这个环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然后 如果是想要集体呢 就是 打破一个 就是个别的女学生 他被困在一个私领域的状况 他完全没有办法 跟别的女人连结 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 在小红帽 这么多次 在反西道尔活动里面 整个清华里面的动员 会让我觉得 这整个的意义 都已经 涨出来了 这样子 那我现在开始谈一谈 小红帽行动 就是 其实小红帽这个团体 一直标到 是维护校园安全 然后 其实东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大概是在四年前的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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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旅行员 在小西部的厕所被 强暴危险 这其实 就是 就是 等于是让整个 新大的女生 非常严重的被惊吓到 因为我们以前 听说的 在新大发生的 性骚扰 其实人都是在 偏远的 校园的角落 啊 晚上啊 然后 好意思是说 然后学校会告诉你说 那你们女生以后只要晚上 不要去这些地方 你们只小心一点 你就会美智 或者是说 在小西部 那个 那个 如果有吃过 新大的人 大家会知道 那个小吃部是 整个 新大的 学生啊 行政啊 活动的中心 是人来人往 人非常多 而且 发生 那个时间 是在下午 三点多 光鲜化 所以 那样的状况 会让女学生 一下子会到说 原来我们 一直以为 这么安全的地方 根本就不安全 就是你的 自己的 遭遭的危机 是潜伏在四处 然后当时 对学校的一些 处理的反应 我们都很不满 比如说 那时候校方 惯用的一些策略 就是 大事化小啊 小事化五 他也不公布 整个事件的真相 然后 也不公布 说他们会怎么处理 我们是想把黑箱作业做掉 这样子 然后 所以小红帽就开始在女生宿舍 开始发行一些演讲啊 座谈啊 声明活动 因为 在清大女生宿舍 是一个 很大量女生聚集的地方 通常 女生的言论 在之前 也只会在那个场地里面流动 他不会到外面来 他不会跑到外面公共场所 外面的小孩牢牢牢 所以那时候小红帽就好到女生宿舍里面去跟大家谈说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 我觉得后来的状况蛮好 就是说 整个宿舍女生都非常愿意支持这样的活动 其实也形成一个集体的压力 这样我觉得 这样的活动做下来 其实是有一些累积的 就是说 在之后 比如说我们看到清大雨 在发生性骚扰事件 就是那个被性骚扰的女生 她其实是非常勇敢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在 两年前 清大有所谓的图书馆之狼事件 清大那个的性骚扰事件非常非常多 然后 就是 那个事件是这样的 那女生第一天在 图书馆面书的时候睡觉 然后被人家乱摸一把 她就很生气起来 找不到人 她非常非常坚气的回去了 她回去非常非常不甘愿 第二天她又来埋伏 这样子 对 然后她看到那个男的 然后 她感觉那个男的很壮很胖 然后她想到大概抓不住她 她就跑去楼下找管理人 说 我看到那个 那个性骚扰我那个男的 我们就去抓他 就把他抓到了 然后抓到训导处去 这样子 请校方处置 当然 后来校方处理的那个方法都不是很好 比如说 就是一种 就是完全没有保护到那个同学的权益 就行动了 后来就是 教官也常去找她 然后教官又跟佳妈妈讲 然后佳妈妈又 又跟大家讲 每个来买东西都跟她说 哦 我们这宿舍做一个被骚扰的女生 然后结果后来 全宿舍都不知道谁被骚扰 是不是处理得很糟 可是我要说的是说 就是在那样的 一些运动的累积过程之后 女生她 不再把性骚扰 她明明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等于是出来争取她的权益 她不要被洗澡 要这样的东西 然后最后我想谈一谈说 就是刚刚我提到 那个清华的女生 争取 那个 废除宿舍冷静的事情 然后因为 之前 比如说女员社 每年都会在谈 冷静这种东西 可是这次在做废除冷静的 女生 一群住在宿舍里面的女生 一个等于是像你们 就是女医院社 你又各家一个单位的女生 然后她们有几个人 然后她们就 比如说她们觉得 现在是蛮可以谈的 就是因为整个 在言论上 大家好像都已经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必要 所以她们就 几个人每天晚上 敲人家请示 去谈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 一定应该废除门禁 然后怎么样 然后请大家签名 结果那个宿舍整个 支持 设立刷卡文的 那个 签名率高达百分之百 就是几乎全部人都签了 这样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样子其实蛮有力的 就是 然后去到那边之后 学校也 认为说 真的女生 她有这样的自学 然后 也提起了一个压力 所以我觉得 也许中央同学 要真许 废除门禁 可以借用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大概先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许维珍 跟我们分享 新大的经验 我们希望小红帽行动 跟精神能够传染到这个学校 从中央开始 小红帽有出一个反性骚扰手册 今天我们好像没有带来 可是 请期待 编得非常好 很好看 女书店可以买得到 别的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 赶快大家问大家 看在哪里能够找到 好 教员这么不安全 还清说不友善 这么压抑我们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赶快来 问 问 何推蕊 算了 今天不用站起来 发工了 因为这个地方太小 如果发工 房子会倒掉 刚刚修好没有两年 还在漏水阶段 最好不要让他倒掉 免得这个院长交代不了了 我想谈一下刚才这个门禁 和宿舍品质的问题 这个门禁的问题 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 其实对于门禁这个问题 有很多矛盾的情节 因为他实在有点恐慌 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说 这个门户要是不严的话 他是不是会受到一些侵害 那我对于那些不太支持解除门禁的女生 我要跟你们说一句话 请你们发动另外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就是 请学校改善女生宿舍的设备 请学校第一个要设女生宿舍的 很高级的舒适的 充满了沙发的谈话场所 让你们半夜的时候还可以聊天打地 另外学校必须晚上也设宵夜街 一般的设施 在宿舍里面 而不是开在你们女社的旁边 门还朝着外面让别人买的 为了要赚别人的钱 所以这方面的话 请你们一定要向学校要求 建立宵夜设施 整夜供应24小时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必须要设的 就是女生宿舍要设自己的电脑中心 以便电脑中心关了以后 你们还可以整夜跟男生怕点儿一样的干 所以对于那一些对解除门禁 怀有借鉴之心的女生的话 请你们发动这个运动 我们大家一起来向学校争取 搞不好以后不但刷卡 也可以在女生宿舍吃宵夜 玩电脑上网路 谈网路爱情之类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宿舍的品质 我上学期非常不幸的 进去看了一些一年级的同学的宿舍 女艺舍 我觉得你们住的环境好像猪舍 你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存环境 而不向学校抗争 那个房间小小的黑黑的湿湿的 衣柜小小的 怎么装得像我们这么多美丽的衣服 不但衣柜小小的 四个衣柜贴在一块 四个床贴在一块 四个桌子贴在一块 这么没有私密性的空间 如何培养我们独立的人格啊 人要有自己的空间 自己可以运作的环境 觉得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才能够有那个独立的个性嘛 因此你们应该还要争取宿舍品 体质的提高 说到这一点的话 现在在我们学校行政大楼的三楼的那个 现在研究所月券的地方 其实有两栋模型 就是未来的学生宿舍的模型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也这回事啊 未来在小吃城的隔壁的那栋 最旧的男生宿舍会被拆掉 会修一栋新的宿舍大楼 蓝图都画好了 模型都做好了 房间是什么样子都已经弄出来了 你们有没有人参与这个过程 你们要住在里面 然后整个的设计不问你们住了 舒不舒服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过程嘛 欢迎大家赶快去发现一下 到底新的学生宿舍要修成什么样子 才能符合你们学生的需求 千万不要让一些坐在卡迪拉克里面的建筑师 替你们决定你们的栋舍应该修成什么样子 以上都是题外话 现在的正式开始啊 我先讲的一个问题是 我上学期听了三年级的同学讲说 我们学校因为有很多工程 那你也知道现在工程找劳工很难找啦 因此我们学校就雇了一些外籍劳工进口的 这个外籍劳工来了以后呢 那有一些外籍劳工是单身在此 天性又比较随和 他们的文化也比较开放一点 因此他们也是会第一次跟女生打招呼 那学校有点很紧张这种状况 还有一些那个有那个 被性骚扰妄想症的女生 也去向学校抱怨说 那个男人为什么要跟我打招呼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有些学校的相关人员 于是就向女生警告说 你们要小心喔 千万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啊 不要跟他们打招呼啊 有危险 再加上两个月以前 南部有一位外籍劳工 在一个砸货店奸杀了一位老板娘 所以这个消息一传来以后 学校更紧张 就更加强了对学生的警告 就告诉你们说千万要小心啊 外籍劳工没好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 为什么外籍劳工 会突然变成狼一样的动物 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必须要从强奸 从杀人而得到快感 是什么样的扭曲的环境 才造成这样的男人出现 所以每次我们在责备狼的时候 先要想一想 男人女人都一样 不要只是责怪狼 先去想一想 是什么样的环境造成这些狼 他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 你们不是去同情他 而是需要思考 我们要改造我们的环境 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要讲这个例子 最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自从3月8号 我很不幸的在台大 谈了情谊自主以后 以及后来 这个师大中正的 一些案子出来了以后 我突然发觉 在校园里面 有一些恐慌症的出现 男教授男学生们有恐慌症 女学生 除了女教授以外 女学生也有恐慌症 好像突然这个满校园 都是猪和狼 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在信任任何人 那今天晚上我想 针对这个恐慌症 来说明一下 目前我们在进行的一些运动 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 第一个我要想要告诉大家 记得我今天又有三大信条 要背起来的 反性骚扰或者性暴力 不是反性 而是反骚扰 反暴力 你们不要以为说 我们今天反性骚扰 反性暴力以后 我们就以后对于性 视为未徒 这绝对不是我们运动的意义 而且如果有人把运动 往这个方向去带 然后告诉你说 小心点哦 我们应该围墙加高一点 电眼多装一点 警察常常在女性宿舍周围巡逻 然后你们只要五点以后 就不要出去 如果有人把这种反性骚扰 反性暴力的运动 往这些方向带的话 你知道它事实上是要对女性 提出更强烈的压制 更强烈的压抑 对我们来讲 一点意义都没有 只不过是加强了 原来对我们的迫害 大家都知道 对于性这种事情 女人知道的东西 本来就很少 女人的资源 女人的资讯管道 本来也就很少 我们其实是性无知 他们最大的受害者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受害者 再加深了一层受害以后 我们居然要求人家 再多害我们一点 这不合道理嘛 因此反性骚扰 反性暴力的话 绝对不是要反性 我们对性要认知 要知道 而且要知道的很清楚 为什么有人 会用骚扰 用暴力 来满足他的性需求 在什么样的欲望结构里面 使他们觉得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还得不到快感 我们要去了解的是 这一些情欲的模式 而不是保护我自己 最好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 这个英文艳语里面 那三只猴子一样了 就是也不看 也不听 也不说 就做一个呆呆的 娱乐会的话 说是叫羊娃娃了 也就是没有反应 没有知觉的 很清纯的样子 我们不要做那样子的人 我们已经受害了太多年了 绝对不能这样子 但是反 我们要反的是骚扰 反的是暴力 对性质方面的事情 我们需要 从性的经验 从性的讨论 从性的论述里面 得到力量 这种力量 才会让我们有气魄 这种气魄 才让我们能够在 遭到骚扰的时候 予以迎头痛急 在没有被骚扰之前 就让他吓得不敢骚扰 这个是要我们形成的气势 唯有这样才是真正保护 你说什么弄什么钥匙 刷什么卡 这都是暂时目前制标的方式 更大的活动 是要改造我们的文化 以至于我们不要生存在 这样的恐惧里面 尤其像现在这种恐慌症 我希望你们真的是 赶快好好的思考 这方面的行为 想想 其实很多的性骚扰性暴力 是性压抑的结果 因此在这方面要分得清楚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对于性 有更深刻的认识 而不是闭上眼睛说 性都是坏事 第二性条 今天走着第二条 反性遭扰 反性暴力 不是反男人 而是反对男人 以某种方式来对待女人 大家千万不要说 哎呀他是色狼 他就什么都是坏人了 你知道一个色狼很可能有学问 绝对有可能的 孔老夫子都识色气你的 一个色狼很可能很有见地 一个色狼很可能有知识 有气魄 有能力 他都有可能的 因此当我们在追讨色狼 我们在说他侵犯了我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要追讨的是他的那种行为 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男人都是坏蛋 在这点上面 在座的男人们也要意识到这件事情 在反性骚扰和反性暴力的活动当中 事实上女人越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根结所在 对你们来讲更有利 因为你们要跟他们过一辈子 你有很多男人就要娶这些有被迫害妄想症的女人 你能活得下去吗 将来两个人在最亲密的活动里面 那个女的都很害怕 都很有阴影 很有罪恶感 很羞愧 你也不会爽的 所以拜托拜托 认清到这件事情跟你们绝对切身有关 但是不是因为说什么某几个害群之马的 男人好色应该的 女人好色一直被压抑 所以希望你们也赶快多好色一点 这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提出来就是说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女人开发情侣就完毕了 男人也需要开发情侣 我刚刚已经提到说 在我们这种压抑的文化里面 男人因为想要得到性儿 很多时候有些困难 所以他很多时候他的欲望模式是说 他必须以强暴 以骚扰 以偷袭的方式来进行 还有我们这个文化 事实上不教我们跟人怎么交往 因此有很多男人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怎么跟女人交往 他们其实很怕女人 很恨女人 很讨厌女人 可是又很需要女人 在这种冲动之下 他就只能在经过公车站台的时候摸你一把 在公车上的时候 挤你一下 顶你一下 稍微吃点豆腐 这是一个非常压抑的文化 全面压抑人跟人交往模式的文化 才形成这样一个很奇怪的交往模式 男人不能够真正的面对女人说 要不要 反而他只能偷袭一下 像刚才说 在图书馆里面摸你先一下 这种男人其实很可怜 这一点上面来讲 如果我们要真的对我们的文化 对我们的教育解释的话 我们需要有更大开放的空间 而不是更压抑的空间 要更大开放的空间 以便这些人都学会怎么样男男女女交往 自自然然的 而且交往完了以后 不合不合不合 则分另外换一个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在中大 只要在宵夜街 两个人走一回死会了 今后四年都被想到搞别人 这种封闭性的文化 就是我们要对抗的 我们要更开放的空间 更开放的文化 以便大家试验以后发觉 说我不太喜欢他的时候 我还能换人 这个为了念子而死 跟着一个人一辈子多痛苦啊 那个念子换着你一身的 对着一张很讨厌的脸 划不来的 所以我就鼓动大家说 如果你不敢 换很多人在宵夜街 拉手前进的话 至少 当你看到别人换很多人 拉手前进的时候 请赞赏他们 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 流着口水说 但愿我也像你 我们唯有在这一些 创造新的两性文化的 先驱们的勇敢步伐中前进 才可能改造中大 这样封闭保守的环境 有些人跟我讲说 中大的学生进来的时候 一年级的时候啊 都是那种很俏的样子啊 穿的样子很打扮 你看像今天我们这种 清大来的女生的打扮的样子 都有独特性 我看到好羡慕 我看到就说 哎呀有魅力啊 结果通常一年级完了以后 都没有魅力了 都开始穿中大的制服 就是颜色很平淡 饰样很白板 脸色黑黑白白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力魅力 完全没有向对方 放出那个电的讯号 你要知道 一个人是不是开放的 是不是愿意做朋友 从他肢体 脸上的保全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有没有放出那样的讯号来说 嘿 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交个朋友有什么了不得的吗 我这最恨来电五十上面 这个上去了以后 还要说 小姐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 交就交 上就上 不要在那里还开一句话说 交个朋友好不好 你要对方说什么呢 不好 好 完全无趣 从这一点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单单说 我们女人的情欲模式非常狭窄 男人的情欲模式也很狭窄 他们只会那一两招 上去的台字只有那一两句 没有创意 没有想象力 因此 当我自己在说 女人应该开发自己情欲的时候 我实在很希望 男人也能够开发她的情欲 多换点花招 多自在一点 不要呆呆的 手足无措的 跑到面前来 右手抱小腹 左手摸的背心 一脊弓说 我可以跟你跳一支舞吗 那个整个身体 都是个不解放的身体 手伸去自自然然的嘛 手伸去 万一对方如果不愿意的话 你还可以甩两下 哎呀 失了 你想你左手右手抱的身体 弯的腰怎么直起来 人家拒绝的时候都没面子 所以慢慢练习 有比较开放一些的空气 让男人的欲望 也能够朝着健康的 平等的 两性互动的方式来进行 而不是说 哦 一定要强奸我才会快乐 一定要偷摸我才觉得爽 才觉得赚到了 女人很愿意跟男人交往的耶 但是我们要营造这样一个公开的 开放的交往的模式 所以 因此 如果我在中央的校园上 走来走去 再听到你们在场的任何人 在那里讲说 他好烂喔 他昨天跟一个 今天跟一个的时候 我一定会上来骂你一顿 我今天已经前场早睡过很多次 记得你们长什么样子了 但是如果 你看到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就用非常羡慕的眼光 非常赞赏的眼光 说哇 好棒喔 怎么那么行 都有这么多尝试的机会 有这么多成长的机会 我好羡慕 我以自己来做做看 我们需要勇者去开辟 我们也需要那个不太勇敢的人 来支持勇者 开辟更大的空间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比较平等的交往 这是刚才讲的 这个 顺便讲一下 最近立法院正在想一个法案 说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 是不是有强暴罪的可能 当然有嘛 为什么一个人结了婚 突然变成二等公民了 他如果没结婚的话 强暴算是强暴 结了婚以后强暴不算强暴 为什么一个女人结了婚以后 突然没有自主权 开玩笑 自主权是最重要的判断的基础 来考虑说到底什么样是不是强暴 夫妻之间当然有强暴 只要违背我的意愿 就是强暴 怎么能够跟我不商量呢 我们不是反对男人 我们很爱男人 异性恋者很爱 我们在座还有一些同性恋者 有些女人是很爱男人的 但是我们在反性骚扰 反性暴力的过程中 我们是反对男人用某种压制女人压抑女人 不理女人的意愿 不管女人的感受的方式来对待女人 我们反对的是这个 男人当然有好的也有坏的了 这个以后我们再谈 第三大条 上面还记得头两条吗 第一条 不是反性 而是反骚扰 反暴力 第二条 而是 反对男人 有某种抹煞女人的方式 来对待女人 我们反对的是这种 我们需要让他们开发更多的情欲的管道 情欲的方式 跟我们平等的对待 平等的商量的方式 第三条 你们都知道现在 校园的反性 反性骚扰的这个论述 经过教育部发展以后 现在已经变成了说要规范 老师 规范师生人理的一个 某某一个什么什么条例 我不需要知道这个条例的内容 我就觉得已经很恐怖了 你到时候规范出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每个老师都很谨慎的量一量 我跟学生之间站的是几步的距离 有的状况之下 我是建议你们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因为有些老师有口臭 有些同学也有 我都会有特别保持距离的 但是这种状况之下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不太一样 反性骚扰 反性暴力 对于一个运动的层次来讲 对一个追求女性权力 power 这个运动来讲 不是要去规范师道的尊严 而是要去提升学生制衡的权力 power 对不起 我的语言里面从来没有right 因为right 没有power来执行 那是狗屁 没有什么用的 我们只谈power 不谈right 我 对不起 反性招扰 不是要去规范师道尊严 什么叫做师道尊严啊 师道尊严就是一张很压抑的道学脸孔 在台上只能讲一些很无趣的 你们在下面抄来抄去 考试在背给我的那些东西 规范师道尊严就是要维持老师的尊严 也就是维持老师对于知识 对于成绩的垄断权 也就是告诉你说 老师有真理 你要尊重我 而且我因为要尊重自己 因此我要遵守某一种规范 我最好跟你保持距离 我不要跟你一起吃冰淇淋 不要一起喝啤酒 我有我的师道尊严 我的师道尊严就是 你永远不会看见我 穿了一件烂T恤 穿了一件烂拖鞋 手上提着两包垃圾 这就是有损师道尊严 如果我在菜场里 跟小贩讨价还价 这也有损这师道尊严 很多规范师道尊严的做法 事实上只不过继续的强化 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因为要维持师道的尊严 也就是维持师道的权威 你显示师道跟学生道是不太一样的 诶 新歌可以来了 道道道 有师道跟学生道之不同 知识和权力的挂钩 让老师觉得说 我应该跟学生享有不一样的权力 我有权力决定系物 我有权力决定校务 我有权力决定课程 但你没有权力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等着我教你呢 这一种不平等的权力 不平等的伦理关系 正是我们需要除掉的 因此在这种反性骚扰 和反性暴力运动当中 如果我们得出来的结果 只是说教育部规范一套 规律 然后让老师可以遵循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你们失败了 因为你们的力量 学生的位置都没有得到改善 学生仍然没有权力 你想想 老师之所以能够对学生大胆的采用各式各样的暴力 包括性暴力 对女生来讲多半是施展性暴力 或者性恐吓 对于男生来讲就是超分数的身杀大权 如果老师有这个力量 来对学生施展这样的压制和压抑 当然就是因为他有不平等的权力 他超着你的生命脉 你的分数 因此学生必须要要求有申诉的管道 其实也不是申诉管道 只是有谈的管道 申诉有点好像在下面 球上面 跪在教育部门口说开门吧 有点那种感觉 所以我认为学生在分数上面 必须要有 可以可以质疑老师的给分 可以跟老师谈论怎么样 才是比较公平的分数 有这种权利 学生应该有权可以讨论细误 讨论课程的安排 大家都知道现在 文化大学的美术系正在进行罢课 已经到了第十几天了 因为他们的系主任是很独裁的系主任 他们的系里面也是规定了某一种画风才被接受 另外一种画风就是不及格 艺术创作自由在他们的系里面 是从来没听过的事情 你有自由创作 只要在我的这条画风里面创作 但是你要别调的话 对不起 你就是不及格退学 这样子的不平等的师生关系 不能再在校园里面继续存在 你们只要想一件事情 连李登辉都已经讲了 总统即将直选 什么时候我们会有校园 民主校长拿我们来选 系主任是由我们来选 老师由我们来选 什么时候我们学生能够有人权 这一点我是绝对反对国父讲说 什么有四种人没有权利的学生其中之一 在现在的话 你们必须要认清到这件事情 学生也有人权 学生有自主权 学生应该可以参与 决定你们要受什么样的教育 要有什么样的老师 有什么样的课程安排 你们的声音必须要出来 否则的话 在这样子的反暴力的 反侵扰的 反骚扰的运动当中 只不过给老师加了一些压抑 给教育部增加了一些生杀大权 给学校的官方人士 增加了他们的权利 而学生你有什么好处没有 没有 你的权力没有变 你的位置没有变 你讲话的声音也没有人会听 因此在争取这一些 反对的运动的力量的过程当中 你们不单单是要争取 女性学生的身体的自主权 也就是说老师不能侵犯我 我说不就是不 当然我说要也就是要 同样的 同样这个过程当中 男学生也必须要意识到 在这一些活动当中 你们跟女学生是站在 同样的历史上 你们都是弱势 你们都站在不平等权力里 弱势的那一端 因此争取权力的过程当中 你要跟女学生携手合作 这一次 你们肯跟我女学生联合起来 对校园里面的这个师生的关系 不平等的权力 一起合作改革 将来你们男生 有什么样的改革活动的时候 我们女生也愿意参加呀 先交换嘛 你帮我忙 我帮你忙 让我们把校园之间的 不平等的关系 稍微做一些调整 大家也看到目前报纸上 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 在校园里面发生的案子 其实这个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是这些案子发生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源 因此如果你在报上看到 大家在探袭说 那什么校园伦理的危机啦 校园伦理已死啦 之类的 让我告诉你 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话 来回复这些感叹的人 校园伦理的危机 正是校园伦理的转机 因为死的是过去 不平等权力下面的 顺从和屈辱 过去学生 老师给你什么狗屎分数 你还不就吃了 过去这一些不平等权力下的 顺从和屈辱 在今日的校园运动里面死了 活着的是将来在 平等互动的关系当中 不管是师生之间 男生女生之间 男老师女学生之间 女老师男学生之间 在平等互动当中的尊重 还协调 在这一部分的话 正是我们将来 要努力的目标 文大的抗争活动 绝对不会止于文大 因为其他的学校 都会慢慢的体验到说 教育基本上 是学生应该参与的活动 教育不是学生 应该吃下去的狗屎 教育是你们必须要参与 你们必须要参与去塑造的 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们不愿意参与 那对不起了 那你就继续吃狗屎了 我们的运动就继续前进了 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参加 校园的民主的改造的活动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很冷漠了 比方说 哎呀没有什么希望了 做了也没有用了 没有人支持我了 我如果出来的时候 老师如果知道以后秋后算账 学习末的时候就把我当掉了 哎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人在长期的 容许一些不平等的 不公义的状况存在 下面指出了这些事情以后 就轮到你们来做抉择了 你们要创造什么样的一个校园环境 你们要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来 是你们来决定 不是老师决定的 你们来决定 所以今天晚上 当我们这些人 在台上的人 讲完我们的话的时候 我们希望你出来讲讲话 你说说看 你对于校园里面的师生关系 性别权利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看法 希望大家都大声的来说 我已经在报上都写过了 声音大 本身就是一个自信的表现 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现在可能是蚊子叫 明天可能是苍蝇叫 后天可能是狗叫 那个声音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 你以为我天生的嗓门这么大吗 嗓门是跟着你的气势开始一起成长的 所以就让我们开始来锻炼气势 让我们在校园的民主化的活动当中 拆掉那个性别的繁离 拆掉那个师生的繁离 让大家都能在平等的 互惠的这个活动当中 彼此成长 我们老师有很多要向你们学生学的 谢谢 赶快大声说话吧 好啦 一个提醒 就是如果你们不要立刻讲的话 走出恐慌的第一步就是5月22号 手拉手 男生女生手拉手上街头 不要忘记 我们最后还会再宣布一次 OK 好 好 现在是 想那个提出我看 有点结论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他想說這件事 所以他想說這件事 他想說這件事 不好意思 我們假設 如果 人類的強暴是很可恥的一件事 認為是一件很可恥的事 也因為人類的內心 可能就是有些人類的思想 認為是說 也有一件可恥的思想 為了掩飾人類的罪惡的思想 還有掩飾自己可恥的思想 而逃避身處這件事 身處會去擁許一些事實 或是減少這個事實 代表這世界的 或是社會的傷害 而不願意去正視這件事實 我說一般人那樣子 比如說你想講到司法機關 或是師大教授 針對那些一些事實權利的事情 那樣子 我說如果一般人的思想都是如此的話 那 那要留意去改變 我當時 我當時跟同學討論過 有一個很自俗這樣子的思想 就是說 當我們打開報紙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那個社會法一看 基於我們的 我不是讓你們猜到沒有 猜到就是那個 誰被謀殺 誰被強暴 我們那時候就是很驚訝 我們這些一群人的 觀眾什麼都雷蟲 我想說是不是 我們真的心裡去存在 這樣子可恥的思想 而因為這個可恥的思想 使我們去逃避一些 就是說發生事情的發生 比如說強暴事情的發生 然後我們就會去特別去壓抑 就是像這個社會存在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想法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請不要誰回答 剛剛是我講關於強暴的問題 我剛剛已經說 你學會本來對於性暴力 事實上是要對中小學女生 那結果我們現在開始 從大學的部分開始做 所以我們自己也覺得 可能這是也是蠻好的策略 也就是靠你們大家去發出聲音 像何生也說的 要狗叫 獅子叫 獅子吼好了 如果大家在場的各位 能夠到處去講 去報上寫文章 去廣播電台 電視上面去講 廣播電台 像中廣八點鐘 或是有那個什麼 煎話 或者是 聯合報有民意論壇 各個報都有 中國時報有 意見橋 自立報都有 到處去寫文章去講 然後去組織這種討論會 要把它講出來 然後呢 像這一次 師大的這位受害女生 事實上她能夠站出來 不是因為她一個人突然間她站出來 而是她們那個戲可能情況蠻嚴重的 常常靠的是耳朵在互相保護 她很不幸的是事情發生以後 她才聽到同學在說 那個老師很色喔這樣子 然後她 在她的訪談裡面她就說 有老師跟她們說 你們不應該再容忍 要勇於站出來 所以後來 當她發現有學妹又遭遇同樣的情境之後 她就覺得 她不能夠再保持沉默 她應該站出來 這個受害者敢站出來 我們剛剛 何春瑋說 怎麼講 怎麼講 換伴侶 的人 我們要給她鼓勵 對 換伴侶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更何況 受到性騷擾 受到強包 要站出來 那就更難更難 那這一次這位同學敢站出來 她的案例事實上 我們覺得非常好 她不是一個 年幼無知的小女生 受到一個 怎麼講 很很很 就是一看出來 都是大野狼的這種蹂躏 而不是 而是她有相當的年紀 那個處境 她應該 我們假設她應該有相當的自保的能力 然後呢 對方呢 也是好像是蠻一個丁丁有理的 什麼什麼 結果在這種狀況發生 更使我們了解到這個 女性受到性方面的脅迫的這種本質 我們必須一再的去討論她 一再的去討論她 譬如說 我在許多情境裡面 跟許多人 大家一起討論起來了 結果 有一位女律師她說 我們這樣討論可能讓很多男性非常不安 因為他們會想 糟糕 我這一輩子 她說 那個很少男人能夠確定她這一輩子沒有強暴女人 因為 如果說 性關係必須是男方主動女方被動的話 必須是這樣子的話 然後 你都沒有得到女方應允的話 你怎麼知道那是不是強暴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我們把這位女同學的那個訪談拿出來看 如果說 男方 男性 剛剛何春瑋說 是什麼樣的文化 會使得男性必須採取 比較惡劣的方式來對女性做性的事情 如果說 男性必須用強迫女性 必須 一個文化必須說 When she says no she means yes 這樣子 她只不過是 怎麼講 半推半救這樣子 如果你必須這樣認為的話 那個尺寸在哪裡 也就是說 可能師大的這個敵教授 有可能她認為蠻安全的 因為她只要逼對方就範 對方就是認可了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逼她就範 你沒有把她殺死 你就沒有犯罪這樣子 我們社會事實上 現在強暴要成立 常常就是你必須抵抗到 不是被 沒被打死也要打分 我剛剛已經說 大部分的強暴案 事實上是以死亡來告發的 好 因此呢 這種兩性權力關係 還有那個兩性交往的 身體互動的模式 可能整個必須被 被談 被拿出來談 男性永遠不會知道 原來女性不願意 原來很多女性 事實上 如果說得很難聽 可能很多的那個 那個 這個怎麼講 燕偶 是以強暴開始的 也就是說 很多性關係 是以那種 男方強迫 女方 就是這種 被斜迫的狀況下發生的 那我們怎麼樣 能夠把這個 這個講開來 讓男性曉得說 那樣子女性是不願意 你不能夠那樣 而且那樣子的話 造成以後一輩子女性的 這個 我最近在 我在台大的女性主義思潮課上 講到這個 這個性的問題 結果 有同學就去 我給他們消毒討論 有一組同學非常天才 他就去 用採訪的方式 他們那組問了 五十六歲到五十六歲的女性 他們說他們的樣本不多 但是是八位 他們去問這八位女性 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小 沒有足夠的紀念 所以他們去問有紀念的人 問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性高潮 這樣子 結果這些女性跟他們說 不知道 這樣子 八個人跟他們說不知道 我就覺得 人家大概 因為他們小 不跟他們說真話 可是 當他們說第二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認為 人家可能是跟他們說真話 他們很天才 他們第二個問題是 你有沒有假裝性高潮過 八個女人都說 有 也就是 在這種女性必須被迫 必須假裝的狀況下 恐怕男性 真的不知道女性 想什麼 或者是怎麼樣感覺 包括女性也不知道 我的男同學會告訴我說 他們怎麼樣去建構 去 建構他們對女人的身體的了解 經由A書 A片 還有色情電外 那個是很恐怖的事情 真實的女人恐怕不是這樣 更恐怖的事情是 更恐怖的事情是 真實的女人也不知道 譬如她不知道她有沒有高潮 這樣子 可能這整個的文化 這是一個黑箱 必須把它彈出來 包括什麼是強暴 我可能都必須重新去彈清 等一下 我覺得你剛剛問了一個問題 講了一些東西 我也很感慨 因為她剛剛講到說 社會打開報紙來以後 比較吸引他們注意力的 就是這個尖殺的案子 我想她指的是 比較吸引男人注意力的 因為在我們這個文化裡面 即使是色情的東西 男性管道好像比較多資源 比較容易獲得 但是事實上的話 看報紙的時候 是堂而皇之都打開來 在眾人的面前看的 看其他東西都要躲在被窩裡 要躲在自己浴室裡面 廁所裡面 不大好意思讓別人看到 你工人在看閣樓雜誌 或者工人還進行 另外同時的行動之類的 所以就在看報紙的時候 事實上是很愉快的 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一些東西 甚至到書報攤去看 什麼第一首報導 獨家報導 裡面有非常多很細緻 就是對於監殺案的描寫 大家也都看得很爽 不過我剛剛已經講過 這個反應是男人的反應 女人通常是 只要瞄到一眼 就希望不要看 因為看了 其實是自己的心靈 受到很大的震盪 覺得很恐怖 又一個人怎麼樣 而且每次描寫 都是蠻慘的 所以在這方面的話說 哪一些人願意去看 其實也反映出來 一個性別的差異 那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來我們這個文化裡面 因為性壓抑而產生的某一些很強烈的性疾渴 就連這種東西 連這種以虐待為主的 強迫性為主的東西 都能讓他得到稍許的滿足 好可憐啊 我們這個性文化 多麼的貧疾啊 好 看我只是只要得到一個肯定 就是說 像我們這個 待會兒是不是 就是處在很多很危險的問題 是對女生來講 這個世界 好 就得到這個肯定的時候 我現在用那個中大代表的樣子 應該用到女社的問題 因為這個世界啊 不是很影響的世界 所以 老實說 我很樂意女生那個門禁開放 但是啊 此刻給你們安全 以及給你們自由 似乎更重要一些 這樣子 然後還有 不好意思 我自己講 我是男生啊 我真的很希望就是我們這邊的門禁 因為我女朋友也是被關進去嘛 這樣子 到了十一點就一定要跟他分手 這樣子啊 滿不得已這樣子 但是啊 我真的是很不希望就是說 有時候如果 我如果二年級剛好搬到九社區 啊你們還在女社 這中間剛好是我們學校最矮 這樣子 如果 無論你朋友 從九社走到那一邊去的話 情況會怎麼樣 如果是他一個人剛好沒空的話 然後這問題就是 就蠻嚴重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最主要就是說 現在 是不是說你們反而你這個思想 就是海豹橋他們也貼過這樣子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 你們多數的理解還是你不理解 我想你可以試著就是說 你如果要學校相信 這個方法可行的話 你們可以帶女生在那邊去 把做全校信的那種意見調查 做一下 但是 事實上我是滿不希望 女色開放的樣子 女色提點 但是我現在 就是有另外一個意見就是說 把女色改得更好這樣子 就是建設得更好 我覺得這樣比較重要 因為我不管 你們女色讓你們 一開放不開放 我覺得這個世界 不會因為你們開放不開放 我會變得更好 我是說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思想 就是都在我們這個 台灣的環境裡面 這樣子 老實說像我一個 國小同學也是被天殺死的樣子 我自己是滿難過的 這樣子 但是在世界上就是這麼黑的樣子 嘿 可是 這真的很像你認同啊 可不可以 謝謝 謝謝她的問題 在這邊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安全跟自由 我想安全跟自由 其實是應該不能互相 他們其實不互相衝突 我今天有自由 我可以進出宿舍的權利 難道我就不能保有安全嗎 男生宿舍同樣沒有門禁 可是男生宿舍 他們也有要求安全的理由啊 我們今天想要自由進出 相同的我們也希望說 學校給我們安全 我們安全不只是要學校要給我們 我們自己也要 我想很多人的心裡面都認為說 女人是弱者 給他一個牆 給他一個門 把他關在裡面 保護弱者 那這時候男生是不是也可以說 他們要門禁 因為如果說那個門是為了安全的話 也有很多男人被女人強暴啊 男人是不是也可以更需要要求 我要一個門 今天我們想要把門禁改成刷卡 其實跟安全是完全不衝突的 我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那個卡甚至可能比鑰匙還要安全 他的被複製的機會少很多 另外我們也當然會要求學校 給我們一些其他的安全設施 可能那都是教科生的老師說的是治標 但是在這個過渡時期 我們要的只能有治標 我們要的只能先讓 對於門禁有一利的人 他們對他們的安全 他們覺得他們得到了保障 當然我們也可以讓學校說 他有一個防身術的課程讓女生修 我說是女生 當然不是讓男生來學破解之道 然後在第二點 他說從酒社到女生宿舍 晚上他女朋友如果一個人走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告訴你應該不會有什麼事情 因為我就走過了 我還比比較遠一點 你還遺忘了 下面還有個十二社 從十二社十一點的時候 從那邊走回來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如果說真的要有問題的話 不管你在校園的哪一個角落 甚至你在校夜間 那麼人來人往的地方 都可能發生事情 如果你真的那麼倒楣的話 你要把這個想法倒楣的時候 如果說你今天不會發生事情 你就算在校園晃爛斑線 還是不會有事情 基本上一個女人 你會擔心你是怕她說 她沒有能力去抵抗 那為什麼你不能給她能力呢 你可以平常人家約會 說教她怎麼破解男生的強暴啊 什麼的 教她怎麼防治啊 我覺得就可以教教你女朋友 然後第三個 你提到多數人 或者是只是少數人的意見 在我們的心運潮的工作小隊裡面 我們有一個構想 可能會即將要出現的 我們當然會做問卷 而且這也是大家都需要的 大家也都想知道 我們的民意基礎到底有多少 所以問卷我們是不可能會少的 但是在做問卷之前 我覺得是要先讓大家了解這個問題 了解我們為什麼要把門禁 把鑰匙改成刷卡 了解我們的訴求 了解我們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才能做這個問卷 這個問卷才是有效的 所以我請大家不要著急 先回去想一想 或者是跟大家討 跟每個同學討論一下 甚至是 每個人都可以想很多的問題 沒有了門 沒有了那個鑰匙改成刷卡 真的就沒有安全嗎 難道現在住在宿舍裡面 你們不會擔心說 半夜有人從牆爬進來 然後對我們做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都不會擔心說 晚上失火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逃出去 那個門的鑰匙 只有幾個人有 尤其到了下雪期 我們要怎麼逃出去 每個人都去爬牆嗎 每個人的費力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其實有些安全的問題 不只是強暴 小偷 火災 其他都是安全 強暴對 強暴對 整個安全來說 只是一點點一部分而已 至少你被強暴過 你還活下來 有時候你可能會被殺了 我覺得安全 不是那麼的狹義 一個強暴的 兩個字 就可以解決這樣的東西 然後問證的話 我們當然會說 請大家拭目以待 我想對於到那個男同學的問題 補充一點 補充一點意見 他剛剛比較說 就是開放一個女生宿舍之後 那個自由跟安全就不能定存 我想問一個問題 比如說在新大 你在體育館面書也被騷擾 那就是女生不要上體育館面書了 或是說 你去巧思部吃飯 會再亂摸一把 那你是不是都不要去吃飯 然後有學校 女生去個中央供應便當 每天在宿舍吃便當 我覺得是不是會這樣子 如果真的要講安全的話 那是不是說 女生都不要去大學面書 不然家裡最安全這樣 所以我覺得 以輕大的例子來講好了 比如說 我覺得如果今天 開放女生宿舍的話 當然是說 意思就是說 所有嫌達人等 都可以在宿舍裡面進出 同時我覺得他也要 就是全面 就是檢討到說 整個校園的安全措施是怎麼樣 比如說 比較指標 不好意思 路燈啊 多設路燈啊 然後警車巡邏啊 可是我覺得 如果今天 女生如果開放的話 家庭男同學的憂慮 就完全不會 就完全會消失 我相信說 住在九色的男生的女朋友 不會只有女朋友住在女色 如果女生宿舍開放的話 他們可以一起去這樣子 也許就不安全 或是說 當女生宿舍開放之後 我覺得女生有一個 有一個點喔 可以知道說 其實她的身體 她是有自主權的喔 所以 遇到狀況之後 她要大叫 然後也要培養她應變危機的能力 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基本的方法 就是這樣子 我經常都有話要講 我也要說 安全的 就這個男同學的問題提供 講兩點 第一點 你千萬不要相信 學什麼防身術可以保護你 你們大家都 從小就是做體操做慣的 你平常起來 在學校做體操 她那個手就是都這樣子揮一揮 走一走就可以 防身術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那個 一個拼命的氣魄的話 你的防身術只是花拳繡垂嘛 你比個招式 要把人家甩也甩不掉 要踢人家也踢得軟軟的 沒有什麼力量 這種是一種力量 全身的身體的掌控 這個掌控 絕對不是學防身術才學會 你要在平常的事情上就練習 像許惟珍 3月8號我們講完了以後 許惟珍去學游泳 她現在對她四肢很有掌控 因為她感覺到那個力量 可以由她的心去操縱說 我應該什麼時候施力 什麼時候出力 出拳有力 拳頭握起來不是這樣 像你們提到上學的時候 要舉手要發炎什麼 這些手指都舉這樣子 軟軟的 每個指頭都沒有力量 力量是練出來的 是一種意志的發揮 年相就是不被鼓勵 意志強悍的 意志很薄弱的 所以講話聲音也很小 動作也很小 剛才說怎麼爬牆 臂力不好 練啊 鼓勵你們通通都爬 把那個鼻勵爬起來 比那個練防身術 搞不好還真的有用一點 最重要的是那個意志力 那個身體掌控的練習 連那個氣魄一擊之下 能夠拼了命的打 而不是像你在公車上面 他們說被人家摸一把的時候 女生通常是 啊 這叫什麼反應啊 哪一點有一點點氣魄啊 就是驚叫一下 屁股挪一下而已 你有沒有本事你手上的傘 就挖一下打過去 神龍百尾 第一招 這種防身術的話 練一下花旗頭腿沒有用 我建議如果說學校的信導處 想要給你們提供一些什麼樣的 防身的方法的話 應該照許維珍亮講說 你們要鍛鍊自己的身體 真正的好好的鍛鍊 鍛鍊自己的身體 鍛鍊自己的意志 有那個狠的那個勁兒 你才能夠真正的一擊就中嘛 然後第二點 我現在很怕有很多人講說 哎呀這個給你設門禁啊 裝圍牆啊 什麼之類的 是為了你的安全 在上面的人 決策的人 說這些話想要保護女人的人 從來沒有想過 當他們在講安全這兩個字的時候 對女人來講是一種恐懼 我為了你的安全 意思就是 有很多事情是值得你怕的 而男人一直沒有意識到說 當我們向女人說 有很多事情是很可怕的時候 這個女人終身恐懼 這個女人終身活在那個 雀雀生生 不敢前進 畏懼退縮的那個狀況當中 而你就要跟這樣的女人過一輩子 你好慘啊 你還沒有意識到說 這種恐懼心理的 扶持支撐 就來自於你說 我為了你好 我是為了你的安全 這一種恐懼的信息 你不斷的向女人說 讓女人怕 讓女人偷偷的躲進她的房間裡 再也不出來 這一些人 都是未來要跟你過一輩子的人 你不要以為女人的壓抑 對男人來講 沒有任何的意義啊 絕對有意義 不信 你就等著看你抱一根木頭 過一輩子 這個女人永遠就是一個木頭 因為她從來不肯定自己的情慾 她不敢說她要什麼 她也不知道她要什麼 她沒有開發過她自己的身體 她不知道碰到自己身體是什麼樣的感覺 因此我們要要求的是一個整體文化的變圈 那位同學講說 哎呀你們門禁改一改 我們社會是不會變的 什麼是社會 社會就是宿舍 社會就是你我 我們變了 宿舍變了 誰敢說社會不變 那就是社會 你不要把社會想成一個什麼很抽象的 在空中漂浮的東西 然後我無論做什麼 對於社會來講都沒什麼用 錯了 你就是社會 你做一點點不一樣的事情 這個社會就變了 說說看吧 我忍不住對那位同學所講的 我現在要講比較惡劣的事情 我發現對付這個 你剛剛說很惡劣的這個世界 它會不會改變 我們就是把它的惡劣的原樣 用一個鏡子照回去讓他自己看 我要講的話很惡劣 你們那個清大叫做小紅帽 小紅帽行動聯盟 小紅帽的兩邊 一邊是大野狼 另外一邊是好獵人 對 那個大野狼跟那個好獵人是共犯 那個好獵人是依靠大野狼 使得小紅帽需要他的保護 男人都依靠強暴犯來使得女人需要他的保護 也就是男人需要女人需要他保護 這種心裡非常的可惡 這種男朋友馬上把他修掉 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強暴罪要告訴乃論 使得女人不要去告 我們根本不要去抓大野狼 所有的好獵人都不希望大野狼被抓走 因為那他就沒有女人可以保護 接著其次 好獵人有一種很惡劣的心理 他需要看女人受苦受難 尤其受那種最曖昧 最猥褻 最誤會的罪 來滿足他的內心的某一種需要 譬如奸殺強奸這種報告 這是很奇特的一種心理 如果你敢自己看一看的話 你會對這個惡劣的世界 對自己惡劣的自己 才有可能去改變他 大家好我是青大三年級的學生 各位又青年合作人老師講的 所以我第二次舉手舉得很高 第一次舉手沒有被看見 第二次舉得很高還是沒有被 下次可能要站起來才比較可能 我想講的是 在黃玉軒老師講完以後 我忽然覺得講起來很軟弱無敵 因為老師講得很慷慨激昂 可是我還是想要對 就是注射冷靜這件事情 發表一些意見 因為畢竟青大有過這樣的執念 那我自己雖然不是注注射 但是那時候我們在社裡面有討論 那我們也有出海報 比如說是對注射裡面的女生 我自己感覺是做一個生人吧 不然女人在社團 在校園裡面 到底連這個時候都不出來講個話的話 那好像很不夠意思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們這個 出海報第一個打的就是 我那時候打的就是說 我覺得所謂的安全神話 就是安全和自由 所謂好像是變成說 絕對的反面這樣子 那這個神話是什麼 引導出來的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想過 可是大家都只是在想說 我們要怎麼抉擇 就是我們這樣要抉擇安全呢 還是要抉擇自由呢 可是有沒有想過說 這樣的東西真的是不能定存的嗎 那如果說 今天我們是住在自己家好了 那這個社會自然很不好 政府就說大家11點以後不要出門 然後那個 政府會一個派人在外面巡邏 因為出來很危險這樣子 會有人接受這樣子的 會有人接受這樣子的話嗎 因為大罵就是很太爛了 地方都不安全 讓我們都會關在家裡面不要出門 可是宿舍就好像變老房一樣 那不是你的家 而是說你被集中到外面去管理 為什麼會被這樣集中管理 第一就是因為方便 方便的人就會很方便的管理你 因為假設說你11點以後還在外面晃來晃去 就是一個可能性 所以造成所謂安全和自由的兩面 那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說 宿舍變成是一種 我們被施餘的一種恩惠 就是像剛剛那位男同學講說 我們要給你自由呢 還是要給你安全呢 那為什麼是我們被給的一個局面 就算不要講說是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好了 就是說所有的學生宿舍一起來講 可是為什麼我們學生宿舍 就是站在一個被給的那個劣勢 就是大家沒有想過說 為什麼今天是人家好像賜給我們一口麵包 我們就啊 就很感激這樣 所以不敢去要求麵包師就是工作 比如說麵包師要做什麼樣的麵包 什麼什麼 只要有的吃就好了 那要是你要抗議 然後麵包師就說 那你就不要吃 可是 可是那個麵包的麵粉是哪裡來的 那是我們父母納稅人的錢耶 花了那個錢耶 然後那個麵包師就拿著麵粉在那邊亂做 他也不理我們要吃什麼 那我們還會就忘記說那個真的是我們可以 那個是本來我們應該有被 被cut down 比如說我們現在只拿了百分之五十 可是我們還以想說 那比較百分之七十會不會太多 實際上是我們沒有想到說 那個百分之百本來就是我們可以有的 那還有就是關於 像剛剛那個男朋友講說 比如說裡面說可以不要開放 然後裡面是不是好一點 我當他腦袋在那邊跳出一支很可愛的金絲雀 那個裝潢的非常華麗的 香精帶玉的一個籠子 你很快樂的跳來跳去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好可怕喔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image很可怕就對了 不管是不是有意講出來 可是真的很多人會這樣子想 甚至很多女孩子會這樣子覺得 因為我們對這個環境 就像剛剛何老師講的 因為那個 不對 對 好像是黃老師講的 就是那個恐懼實在太多了 我們被嚇到說我們不敢要那個自由 可是那個環境的不好 不是說我們被關在那個 關在宿舍裡面之後就可以避免了 或者是說十一點半以後 回十一點以後 現在女生是十一點半 回去以後就沒事 我假設說今天就像剛剛 某一位老師講的 他說 假設我們今天就五點以後通通都回去 大家都在笑 就是這樣一個假設 可是我在想那個五點和十一點 到底差別在哪裡 那你那個時間的標準是怎麼定出來 基本上這個很可笑的 因為你沒有一個標準 那你好 十一點半 那你十一點三十一分是不是就很危險 那十一點二十九分為什麼不危險 我覺得這都是很很基本的問題 可是大家沒有去想 所以 所以你們宿舍的問題會吵來想 是變成說只是在表面上面吵 而沒有吵到底下 就是像剛剛我說的 為什麼我們要去要那個麵包 那個那樣子的問題 所以 我不曉得我是覺得提供給中大同學 做參考 因為 我覺得這個真是 基本人錢都沒有 人住的那個 你都住不爽 你真的是 真的太運慢了 你這樣還要活得愉快 你回去再看那個 在剛剛說的 是這樣的 小小暗暗的那種房間 你連那個住都住不好 那你其他的更不要說了 那整個學校環境 就更不要提了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希望在場的男生 不要害怕說 怎麼我一上來一講話 就要被慘了 我認為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 我們非常歡迎你加入我們的運動 我們會對你熱情擁抱 歡迎你 謝謝 各位好 我是中大分明集的學生 我剛剛聽到那個 就是我們中大學生代表的 一些言論 讓我覺得有點難 感到 我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 剛剛講到說 學生數字的問題 應該是 就是 這一些階段的看法 應該是 多要求學校給予 你學生一些安全 而 在校園裡頭 多 多增加一些所謂的 就是 路增之類的那樣的設施 就可以增加我們 學生自己的安全 可是我到 有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 我從小的家庭教育 就告訴我說 我自己的安全 應該是我自己負責 也就是說 儘管 到現在我這麼大了 我依然 就算我有男朋友 或者是 我男朋友跟我住在一起 那都 那都不表示 今天我的男朋友 應該負責我 住宿的安全 或者是我 行動的安全 也就是說 今天我跟他如果是 出遊到一個 比較黑暗的地方 那我就覺得 他有義務 或者是 就一定 絕對的應該 保護我的安全 對上 怎麼說呢 在我認識的 這麼多人的 經驗之中 讓我覺得說 男孩子未必是可靠的 也就是說 這就好聽起來 有點聰動 可是事實上是真的 你今天 你今天依靠著 還沒有去當過兵 或者是 根本完全沒有所謂的 怎麼說 我們聽到有很多的經驗 就是說 男孩子跟女孩子 就是男女朋友 一同到一個 比較黑暗的地方 然後呢 女孩子就 就是正在 親親摸摸的圖中 然後突然 有一個改圖出現了 女孩子以為 男孩子可以保護他 就一直說 我不會學 反正就是 意思就是說 叫男孩子 去打那個壞人 可是沒有想到 男的就是 他們男朋友被自己住了 然後女的呢 可能就 難不幸的 可能被殘暴了 或是什麼樣 之類的 比較倒霉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 我看到這個情況 我就會想到說 為什麼你這個女孩子 不 就像我和春瑞老師所說的 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年累 給增強呢 你就是你現在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我們現在女孩子 應該有個觀念 就是 你自己的安全 就應該由你自己負責 你不應該再 想要一套 就是說你住在宿舍 你就認為宿舍的那一道尾牆 可以穩固或者鞏固你的安全 那樣的觀念是 怎麼說呢 怎麼可以把你自己的 安全的那種 這叫什麼 安全的 我一下忘了那個詞怎麼講 就是一個 可以主導權 把它交給別人 而且今天最重要的是 那些 那些可以控制 譬如說 住宿的 回宿舍的時間 他居然不住在宿舍 然後他告訴你說 好 你今天醒一點就該回去 然後你就該回去 這樣是非常 怎麼說 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 當然我非常贊成 宿舍應該開放 可是我不覺得 今天宿舍開放了 我們女同學 就自己應該 就可能 就是相對的 或者正底的 就他就會有所謂的自由 如果 我的 我的觀念倒是 如果你對自己的 認清還不夠的話 那麼那個自由 比較自由 那根本只是一種 就是 怎麼說呢 我會覺得那個自由 是非常遙遙可及的 因為今天一旦 有事情在發生了 那麼可能 學校的人就會認為說 我們當初 開放宿舍是不對的 那麼 開放宿舍這件事情 可能又再次結束 可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說 是不是該開放宿舍 它不是建立在這件事情上面 它是建立在 學生 就是女同學自己 甚至學生她自己 對於她自己的行動能力 是否有足夠的認知權 就是這樣 謝謝 在同一棟宿舍裡 跟外面一樣 可是今天我坐在這裡 我上面帶的是 中央大學女學生代表 我是幸運草工作室的一個人 我的言論是毫無自主性的 我只想說這一句話 我說 我今天坐在這裡 我完全無自主權 我真的 因為 曾經在我們第一次的工作 工作會的時候 我發出了一些 很可怕的言論 對於某些人來講 因此嚇走了一些學妹 讓我們的工作 採用了一些阻礙 然後很多學姐就勸我 不要講出太激動的言論 所以今天我坐在這裡 我只是告訴大家 我一般接受到的訊息 確實的做到我一個代表性的責任 我只是告訴大家 我一般接受到的訊息 可是那並不代表我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要講出另外一方面的問題 我記得我以前在念45張國中的時候 然後很多老師其實在課本上一直念過 然後沒有告訴我真正的內在韓語和她真正要面對的問題 那我的建夏老師是一個女老師 那我常發現是在這女性運動裡面 很多是女性團體自我在欺壓另外的女性團體 就是我覺得我的建夏老師他們覺得說 你你是國中生 你是個小女生 你不用懂太多 她什麼都不告訴我 所以許多事情追上我們到高中到大學才發現 那我會覺得說 因為這個女性自我欺壓的這種事實 這種問題 我們該怎麼面對呢 第二個是根對何老師說 你還不要開啟自我情侶世界 可是我覺得我從小到大 一個比較 還有我覺得很多性觀念性自信的缺乏 我沒有辦法很難很 像我覺得我目前慢慢觀念開放 但我還很難很難地跨越這一步 我覺得說女性自我可能從小到大 可以建立起來 那目前就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 或者整個文化問題 我們該怎麼去面對 那如何從小孩子開始拉根 那第三個問題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目前最切身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常常告訴女孩子說 就有個父親說 女性 那主母跟那個小女孩說 你不要去玉米田 因為玉米田怕有什麼壞戲 可是她很喜歡去玉米田 因為玉米田很漂亮 那我與這個世界堂 告訴女孩子說 你不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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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告訴這個女孩子說 面對這些問題說 你該怎麼樣 那我是希望 老師可以為我解釋說 例如說你遇到性騷擾性暴力 你該要用什麼的態度去面對 那你 例如說 因為現在很多國中小女生 他可能在公車上他就被性騷擾 他就很呆 他從來沒有面對這個問題 他不曉得什麼 他是要該叫呢 還是讓他任期久違呢 還是要怎麼樣 他因為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他從來都不知道 那我們覺得說 是社會要給他打預防針 那這預防針要怎麼去打 如果我要打我先從後面打上去 你說在公車上 如果遇到性騷擾的時候 應該有什麼樣的反應 應該教什麼 我好像你在要求說 要一個公式告訴我說 我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應該怎麼辦 可是你也知道 當我把它定位 把這個活動 這個行動 定位為性騷擾的時候 其實已經假設 我知道 這個事情是怎麼一回事了 那你也知道 有很多事情 碰我一下 撞我一下 搞不好 不是性騷擾 我是在很怕 就是女生 在目前這個環境之中 慢慢養成了一些 真的是那種 受迫害妄想症 就是很恐懼啊 碰我一下 哎呀糟糕啊 什麼之類 像剛才那位男同學 到這來問問題的時候 我叫他坐下來 我手碰到他肩膀 如果照中正大學的規範的話 我已經性騷擾他了 像這樣子的一種很恐怖的 驚恐的那個狀況 我覺得非常不好 我倒是覺得說 我們這個社會上 其實已經教了很多很多 告訴你 什麼不要跟陌生人講話 不要告訴陌生人 你爸媽不在家啦 什麼遇到性騷擾的時候 應該怎麼樣 抑正此言的拒刺他 到處的人都在講這個 我覺得最缺乏 到時候你第二個問題 問的就是說 從來沒有人告訴我說 我的身體應該怎麼樣才能爽 你不要以為爽是天生就會 爽是要探索的 爽是要你腦中的情緒幻想 跟你肢體上肉體的感受 配搭在一起才有爽的 你每一個人在這個 自衛的過程當中 手銀的過程當中 得到的爽 其實都是在無意中壯健的 都是在不斷的摸索 摸索得好 不太摸索的一個地方 覺得這個地方還不錯 才繼續持續下去的 爽不是天生就會 天生就知道的 這是慢慢去開發的 而且爽不一定集結在 某個身體上的部位 像這一些的話 我也很怕教給 生理衛生老師去教 因為在一個情 情意不發達 性觀念非常壓抑的社會裡面 生理衛生老師教的 絕對是壓抑情意的做法 絕對是封閉你身體的做法 我也相信如果老師 只是告訴你們 生理衛生的部位的話 一點好處沒有 苦林在那個無限衛星電視台 開了一個晚點名的節目 然後第一次上節目的時候 就說要性教育 我就很興奮 我說苦林平常好像言論激烈 我們來看看他的性教育是什麼 結果發覺 請了一位醫生 來告訴你這是什麼部位 這是什麼部位 這是什麼部位 我知道部位又怎麼樣 知道部位就知道怎麼用 知道怎麼用就知道怎麼爽 完全不清楚啊 他以為生理衛生就是講部位而已 我相信生理衛生 絕對不能止於講部位 生理衛生可能要練習冥想 可能要練習幻想 練習性幻想 有各式各樣的身體的情欲的 開發的事情要做 這一方面的話 在台灣的論述領域裡面 還是很平極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往這個方向去 可是就連我才剛剛出來說 我們需要開發 哇各式各樣的 用名詞丟到我頭上 有人罵我是什麼爛泥巴 有人罵我很賤 有人罵我很爛 有人要輪奸我 有人要什麼之類的 不過那個輪奸我的 因為他寫信給我 但是不留電話地址 我覺得他很沒誠意 如果真正要的話 應該留下來 我可以跟他聯絡一下 所以像這樣的狀況就是 我們整個社會還籠罩 在一個蠻壓抑的狀況之下 現在好不容易有一些人 開始在談說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 正面的來理解自己 我剛剛已經講過我說 你們不要以為這種恐懼 這種恐嚇 這種對奸殺的這種感覺 不會在女人身上 在女人的心裡 在女人的情感上造成後果 你不要以為它不會影響 它絕對會影響 當女人對性什麼都不知道 只知道恐懼 只知道誤會 只知道羞慧 只知道羞慧的時候 他怎麼樣在你們的生活當中 去享受那樣的性關係 他根本不可能享受 這是為什麼黃一球剛剛提說 有很多女人他實在不知道 但是他為了要討好你 為了讓你覺得 你還有點男性的尊嚴 趕快跟你假裝假裝說 還不錯還不錯 所以就是為什麼 男性也很沒自信 每次做完一定要先問說 怎麼樣 我剛剛 我剛剛如何 因為他確實不太確定 你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在一個性文化 那麼平級的環境之內 當然大家會搞不清楚 怎麼一回事 所以不錯 要教育 而且要很小的時候 就是開始教育 要教孩子們接受自己的身體 身體有什麼可恥 這就是我身體的部位 每一個器官 每一寸的肌肉 都是我 都是我的一部分 我的情欲 我的需要 都是我的一部分 這就是自我 千萬不要說 哎呀這部分不屬於我 因為他很誤會 他很可恥 他很骯髒 那就是你的一部分 這些是需要的 有沒有人要講 你是 我補充一點 對 只有當你知道 你喜歡什麼 或者你自己身體 到底是什麼感覺 你才可能知道 你什麼時候被侵犯 也就是說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身體哪裡舒服 你根本不喜歡你的身體 你被侵犯了 可能都不知道 可是你一旦知道被侵犯了 你的憤怒 就應該跟你的快樂 一樣能夠立即表達出來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都會問這種 我被摸了一把怎麼辦 我被抱了一把怎麼辦 我被強暴了 我可能都不知道怎麼辦 會講不出話來 就是因為 我們常常連生氣 女生通常生氣 都講不出話來 甚至有女生生氣 到後來只是哭 就是她沒有辦法講出來 她沒有辦法發脾氣 她沒有辦法憤怒 所以我覺得其實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你生氣 你要能夠表達 這個非常重要 那其實你那樣子問 會讓我想到 我一個朋友的故事 她在大馬路上被人家 跟那個 跟你說那個 圖書館的女同學一樣 她在大馬路上 有人從她旁邊跑過 就這樣子摸她奶一把 就是這樣子摸過去 她非常生氣 轉過身來 追回去 把那個人打了一拳 至少 至少 即使警察 不把這個人抓回去 這個男的以後 還想亂摸 會多想一下 我覺得就是要這樣子 可是 那個女生如果平常 不是 一個能夠表現自己憤怒的女生 她大概 待在那兒 然後就覺得很委屈 還有我就是 基本上我很贊成這些女性 應該說是主義者之間的觀念 但是我有點補充就是 我一直藏在VS上講 那個統治階級是千萬不能被相信 因為我們都是被統治階級 他們絕對不會對你好 他們只是想保留目前的位置 這是前提而已 其實如果說女性 你必須要得到平等的話 你必須先有自覺 你一定要跟男人一樣的強 但是 就像兩個國家是一樣的 一個國家 一個很弱的話 你不可能跟強國一樣抗衡 除非你有能力跟他一樣強 或有把他整個給併吞下去的能力 也就是說 你必須先了解自己的身體 還要讓自己整個意志上能夠強下去 對任何事情都要質疑 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他們說是對的 然後你要 你要堅決上 你要認為自己比他們一定要強 不僅是肉體上 還要心靈上 這可能是蠻像何曾珠叫做吧 他真的 他真的有叫做 我有點懷疑 我說到的黑函是你選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我的女朋友都是這樣被我言論嚇跑的 就是說 你自己必須現在有很強的這種自覺 你一定要一直比任何人都要強 不管是你被重新還比男性 一定你站在比較有力的位置上 你才有辦法去要求你們平等對待 因為這樣的話 你可以說幾乎 所以說下背上這種觀點後 平等的互相要求 動畫是不可能會成功的 大家也知道 很心知肚明的 就像什麼 什麼要求警察能夠維持自然 大家也知道自然變成怎麼樣子 以前有人說過讓鐵窗葉削橋 結果怎麼樣 大家也知道鐵窗葉是怎麼樣子的 怎麼讓色情消失 結果色情怎麼樣 大家也很了解 我們只能靠我們自己 絕對不能靠那些 都在凱莉拉克上面 只會放空話 那些人講話 所以說 我一直只是講說 女性必須要先強起來 最好是比男人要強 不過在這邊目前可能有一點困難 不過 在精神上不能輸 當然我們也是不會輸你們的 只有在良性間公平競爭下 我們才有真正的明天 否則在一方面呢 整個這種載智下 不管是性侵犯性暴力 或是這種 這已經開始性方面的事情 這已經造成社會化的一種偷襲現這樣 這對誰都不會好 今天是女性 明天可能換成我們 可能換成我們男性 或是另外一種方面 你知道 像是宿舍他們的問題 誰敢說男生宿舍你會安全 像那種招小頭或者是 第一次招小頭 第二次可能就會被人家搶劫或是殺害 這重點也發生過這種事情 大家也知道 可能大家都忘記 就是說 我們必須每個人都要搶起來 而且有真正的自學 要對我們的生存的地位置 竟不是很優勢的 要跟他們要求 我們要是什麼 我們有自己的權利 有自己的底張 絕對不會盲情的 相信他們講那些廢話的狗子 然後每次那些蒙屁 我們跟他們講這個好那個好 然後講了一套附演聊天就算了 像很多人說 某某官員某某校長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我們要補全體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搶起來 這個唯一一直在支持 或者是搶在裡面 不過很多 我以前的女生 這樣就下頭了 算 比如說唯一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要搶就對了 我很奇怪就是說 到底男生比女生搶在哪裡 對 我覺得很納悶 因為我是覺得說 事實上的人 沒有一個人是搶的 或者是說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是弱的 因為你不可能說是 事實上最強的 不可能是最弱 可能很多男生比很多女生還弱 可能很多男生比很多女生還弱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可能很多男生比很多女生還弱 我很高興喔 男性能夠支持女性主義 不過我發現好像 男性總是忘了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反省去檢視自己 當你們說你們要搶起來的時候 你們去想一下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要求你們 沒有去想一下 你們男人是怎麼樣看待你們 也就是說 你會擔心說 你的女朋友 在路上被跟你同性的 好像是不安好心 也能被親 親戴你的朋友的時候 你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態啊 我說 我們會知道說 我們要把壞人關在牢裡面 可是今天 今天你會想到說 把你的女朋友關在宿舍裡面 然後讓那些 跟你同性的 然後居心不良的男人 走在路上 然後去隨時清班一個 然後就算是你朋友 關在裡面 可不可以萬一 走在街上的是你媽媽 或是你的任何女性親戚 或是你的姐妹的時候 你好像沒有想到這一點 我說剛剛你要求 女人強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反過來想一想 我是不是太 太強調我的優勢地位了 我說你不一定每個 每個時刻都要要求自己說 我要站在一個教導地位上 你有時候可以退步想一想嘛 今天 你 很多男性自命進步 就是說他分擔家事 分擔家務 他認為說這是進步 可是我 我認為說 這本來就是你應該做的 只是你過去就是故意忽視他而已 你不能 當然我會很高興說 跟我們有很多人 學生說自己在做 然後自己去做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說 另外一回都是說 你們就是處於對教導 更多時候 也許你還要放輕鬆 然後放輕鬆自己 不要說老是說 我要去保護他幹什麼 也許某個時候 當你跟你女朋友親親我我的時候 有個壞人會走過來 你女朋友就站起來 噹一站起來 然後我們兩個就親親我我下去 時間不多 把握智慧 時間不多 把握智慧 以前的同事接觸的時候 我不能講這些話 我也不能做這些事情 因為那個壓力會很大 然後大到有時候 你就不能說 但很多事情 我沒有辦法跟我家裡人講 當我講出來之後 我媽媽會跟人講說 你在家出外要同職之類的話 沒有人會支持我 我在學校裡面 我可以很自在 可是當我出到外面去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像我這樣 那麼自信的講話 我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 對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些話 這些話拿來講 講到 然後讓家人都聽習慣了 就可以了 其實 大家也不必把情況弄得很差 弄得自己24小時 沒辦法過 可以近交遠工 就是說 旁邊的人 兄弟 男同學 你可以不去理他 但是 你盡量的去對社會 對別系的男生 你就大聲的罵 別人的男朋友 你就大聲的罵 我們只要互相 近交遠工 所有的男人 或者是整個社會 就有人管 然後 然後 這種聲音 大家講慣了 聽慣了 因為所有的那個社會教育 事實上就是洗腦 就是一直講 一直講 第一次聽很適合 第二次第三次他就習慣了 那你就沒有這個教練 你的父母就會來跟你說 現在不一樣 你應該怎樣怎樣 他會把這一套告訴你 對啊 那個 這方面呢 不要把它放在一個個人層次上 像黃英修說這個 這個近交遠工也是一樣的道理 不要把社會改革放在一個個人層次上 說我一個人怎麼辦 我沒有力量 然後我就完蛋了 就放棄了 因為事實上的話 有啊 我們這些人在包上寫文章啊 舉辦演講啊 作談啊 5月23號上街頭啊 這些就是創造 製造更多不同的 看兩性關係的方式 不同的說法 以便營造出一個環境來 讓大家覺得說 這樣子也沒什麼不好 一定有很多人這樣說了嘛 所以在媒體上面 做宣傳 在各式各樣場合 跟別人講這樣的話 蠻重要的 你這樣的話 才能讓別人看到說 這是一個可能的 在正常的課堂上都這樣講 在報紙上這樣寫 在電視上這麼樣說 形成它有一個正當性 從這一點你也看得出來 為什麼通常媒體 都會被管制的比較嚴格 因為你一旦在媒體上面 這個聲音出來的時候 就會讓別人覺得說 有某一種正當性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說 即使是你不敢 從事什麼樣的活動 你也要說出那個自由自主的空間來 我上次在三八分裏 你覺得說提出這個女人的身體自主 性自主這方面 大家都好緊張說 那你意思是不是說 所有的女人都要開始去 每天24小時都隨便抓人來做愛 我說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性自主性解放 事實上是營造一個開放的空間 讓那些不想做的人 就繼續不想做 但是想做的人可以無羞愧 無罪惡感的痛快的做 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個開放的空間 才叫做真正的開放 如果都只是大家做而已 大家事實上也都在做 對不對 桌子下面 鴨子滑水似的 忙得很的 你們都知道校外有好幾棟房間 晚上的時候都是很熱鬧的 其實大家都在做 我們缺乏的只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空間 開放的環境 讓我們可以毫不羞愧的來談這樣的事情 不要讓性繼續在那個黑暗的地方揮舞著 而使得有很多人可以在那個黑暗的地方 進行一些很黑暗的事情 我們需要開放 需要有更開放的言論 即使是你自己不能夠執行 至少能夠接受 讓別人去做 讓別人去講 這樣的一個事實 還有沒有誰很有想法欲望的 要快點喔 因為我要用我們這個工友先生的言辰 大家好 我是那個新一條工作隊的議員 我今天非常的驚訝 在座會有那麼多的同學來參與這個演講 因為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演講的內容引發你們想要說 你們是對女性很關心 或者是對校園生態 整個宿舍問題都很關心 就我的了解喔 光我們能聽這個問題啊 就是也許大家都會提議在座上面 這位中央學生代表 但是我覺得你們更要提議自己 當我們提出這樣的方案的時候 也許你說好 我們要自我保護 我們有這個意識 但是 面對反觀整個中央的校園生態的時候 大家永遠要死 就覺得是目前為止 一個比較優勢的一個例子 那面對其他人呢 你們會想說 這門禁對他們有什麼影響 也許對你來說目前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 關於其他方面 比如說 辦那個 一系列的那個演講活動 其實都是跟女性有關的 但是 你們在哪裡 你們面對這樣子的活動的時候 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也許其他活動是比較重要 或者是這個活動比較重要 然後是這個議題比較重要 還是去唱歌跳舞比較重要 我想整個校園裡面 關於這方面的議題 都是需要大家站出來一起去思考 一起去行動的 那我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還有說 我們私底下都推動的一些活動 至少說 在場聽的同學 都能夠大家一起站出來 為自己 或者為你四周的人 一起做一點事情 謝謝 還有沒有啊 沒有 我又要講話 沒有 我只要講一句 今天我們在這裡談 不是女性的問題而已 還有學生的權利的問題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 校園民主化運動這個趨勢不可打 我覺得大家還是很害怕生命這個問題 結果我這幾年關卡 都走過很多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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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建議就 但是 人數非常少 但我不知道說是國民黨教育成功 還是我們自己的教育師吧 是 到中央來給我感受到一個很沈蔑的氣氛 大家對自己的權益 或是說怎麼樣 其實 都只是弄著重生在那裡 在那裡 其實 其實整個社會 大家對於說 這樣子 碰到政治的意料 會很害怕 那是有歷史的原因 沒有錯 那我 剛剛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談女性主義這樣的東西 會不會有碰到政治這個東西 我以前也碰到一些 你知道一些 做環保的傳集 環保嗎 他們說 他們不肯碰政治 他們只要做生活環保 那 我就在想說 有什麼事情是 可以跟政治簽 簽成這樣 或者說你可以跟他 挂成成兩邊說 我就是不要管 那如果說整個社會 對於政治這樣子 還是那麼冷漠 或者說害怕的話 我是覺得怎麼推動 所謂的社會運動 其實是 前景是黑暗 必須把對於政治這種 恐懼感 或者說冷漠 感興 去除掉以後 你才有可能說 整個社會改造才有可能 就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先邀請你 跟其他的人 明天晚上有一部電影 就是關於 復運跟民權運動的 復運就是政治 我也是想回應這個問題 我覺得 在剛才說話的方式當中 似乎顯示 政治是某一個很特殊的 什麼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做的 正是政治啊 我們正在搞性別政治 我們要求兩性的平權 我們正在搞校園政治 我們要求私生的平權 這不是政治是什麼 我們搞的就是政治 千萬不要讓人家騙你說 只有參加什麼什麼黨 或者辦什麼什麼什麼活動 才叫做政治 你的抗爭 對你權力關係的改變 就是政治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問卷調查 就是說我們對未來戲主任 理想的人選 已經對於未來戲物所能夠改進的那個 一個問卷調查 然後希望那個所有英語系的同學都能支持 希望那個其他各系的 如果你們就是說 也覺得說 時間關係不平等的話 也能夠尋求你們的管道 那我有聽到一些 那個一二年級的同學說 OK那都是學長的事 他們以前受破壞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好 但是你們覺得現在很好 代表以後你們被受破壞 那對於四年級我要呼籲的是說 OK我一下子想不出什麼東西 來呼籲你們要投票 因為你們實際上要畢業 好像你們畢業要強迫你們投票 不過我在這邊肯定你們就是說 OK請支持這種活動這樣子 謝謝 四年級的同學 活死流疑 我是英文系大一的同學 那我要承聽一點就是 我們絕對沒有任何說 因為我們 我們的課程啊老師都安排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不理那件事的這種心態 謝謝 然後 另外 那關於何順來老師 剛剛提到說 那個學生學員的問題 我之前一天看到 報道上有一天的消息是說 就是 某一個國中的一個女學生啊 因為常常毆打 毆打她的同學 然後被她的女導師 語圈不定 然後她就心裡很不爽 然後就去 就去 鼓動她的一個男同學 去砍殺那個女導師這樣 然後抬了十幾刀等等 然後結果 然後 我要說的是 報道上啊 對於這一件 雖然他們說 怎麼講 雖然這很大膽 很真實 很寫實的把這個事情 去報導出來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 我覺得她 她是一種變相的客觀 因為她另外有一種 她另外有一篇報導是說 她去訪問了家長 跟那個學校裡面的老師 然後他們都覺得說 啊 這是什麼校園論理的論章啊 什麼 什麼老師這一個人的難章 就等一類的問題 但是 為什麼她沒有想到 去訪問那些學生呢 也許他們 因為那些學生 覺得那個老師最有應得 那個老師真的很爛 等等呢 所以 我是覺得 我們在看一些報導的時候 我們要想想說 她所謂很客觀的報導 其實是要經由我們主觀的判斷 來判斷這件事情的事 那 這是我自己 一些個人的經驗 那我相信在座很多人 就一直這樣在座 謝謝 好了 不能再講話講了 我要想說一句話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 不要忘了今天的事情 請繼續多參加這種座談會 然後更重要的是 這張 17所 校園行回的反面 是我們從說話到走路的第一步 請恰恰告訴大家 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 遊行時間 5月22號下午1點鐘集合 非常好玩 不可錯過 集合地點 台大銷門口